这个女人将脚上的袜子脱了下来 她鄙夷到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 居然沦落到要天天给人按脚 小伙接过女人的狱卒淡淡的 姐姐的脚有些静脉曲张 随后她卖力地给女人按了起来 女人嘲讽的声音响起 上名牌大学有什么用 还不是得给她乖乖地按脚 下一刻女人却忍不住地交喘了起来 你按得真舒服啊 小伙手上持续用力 每天来她这里贬低嘲笑她的人太多 但她对这些根本无损 她只想好好工作赚钱还债 三年前一场车祸中 卢德权的家人只剩下了妹妹一个 她为了还清赔偿的欠款 支付自己和妹妹的学费生活费 卢德权每天都会工作到深夜才回家 而今天原本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夜晚 可她背后的奇怪胎记却突然灼热了起来 与此同时一道声音突然在她耳边响起 有人叫她花仙大人 眨眼间她就被拉入了一片虚空 而一个小萝莉则跪在了她的面前 她激动地喊着终于找到你花仙大人 她看了98739个男人的身体才找到了她 卢德权当场懵逼了 这么小的孩子就有偷窥皮不太好吧 小萝莉则表示 为了找到造福天下女性的花仙大人 她就算长真眼也没什么 卢德权只觉得自己如同被雷劈了一满 什么玩意儿她就要造福天下女性了 小萝莉起身解释道 历代花仙必须在20岁之前吸得桃运宝典 桃运宝典蝕藏无上神力 所有女性在神力的驱使下都会败倒在她的面前 而今花仙大人马上就要20岁了 这样下去不久她就会心脏爆裂而亡的 而如今她找到了花仙大人 她是绝不会让卢德权暴毙的 只见小萝莉开始吟唱咒语 无数灵光环绕而起 一本印满桃花的古代典籍缓缓出现 那上面写着四个大字桃运宝典 卢德权只觉得下身一阵紧风 这宝典的第一页不会出现那八个大字吗 不然小萝莉化成一道灵光 直接钻进了卢德权的体内 还那宝典同时也在她的丹田消失不见 下一刻无数的电流炸起 卢德权瞬间感受到了什么叫你麻痹 在她麻痹了很久之后 她终于睁开了眼 妹妹玲玲此时正在用力地按压着 玲玲看到卢德权醒来眼泪刷的躺下 她以为再也见不到哥哥 她直接扑进了哥哥的怀里哭嘱 她刚刚做心脏复苏做了好久 为什么她不早点醒过来 她是即将造福万千女性的花仙大人 小伙听到女仆西西这样说时 她自己都不相信 谁家花仙大人会沦落到叶叶去给别人按脚 但小女仆西西却坚定道 只要休息花仙派的桃运宝典 那她就能获得所有女人的好感 当卢德权清醒后 她果然在妹妹玲玲头上看到了好感 钻进她身体的西西告诉卢德权 明天再去工作时 她就能知道这宝典的好处 但她也必须要记住 如果一年之内她身后的花蕾印记无法开花 那她同样也会暴毙而亡 第二日当卢德权上班时 她的第一个客人兼实验对象出现 短饭女人要求老板给她找个案子 技术高超的事 可当她看到年纪轻轻的卢德权时 女人的脸色却立刻沉了下来 她质问道 这就是店里手艺最好的事 老板这是在忽悠人吧 老板立刻表示 卢德权不但出身名校素质高 她的服务也是一流的 短发女人淡淡到老板最好别骗她 她可是会全程直播出去 只见短发女人开启直播后 她先和粉丝们打了声招 然后就把镜头对准了卢德权 她还挖鼓道 今天的暗角小哥据说是名牌大学生 她这就准备体验一下名牌的真材诗学 希希此时异常气愤地冒了出来 她告诉卢德权只要在替这女人洗脚的时候 将真气运行到手上传递过去 就会给这女人一个教训 此时女人已经把脚伸了过来 她不耐烦地问道怎么还不开始洗呢 名牌大学的学生都这么没效率吗 卢德权抓住女人的脚蛋笑着回答 我这就替您服务 随后卢德权便将女人的脚放进洗脚筒中 她温柔地揉搓起来 女人此时对着直播间里的粉丝赤笑道 名牌大学生的手法很一般吗 不知道哪个名牌学校开设西减课 卢德权听到厚脸色微沉 这女人也太侮辱人了吧 想起欺欺的话 她立刻将真气汇聚到了双手之上 当她用充满灵力的手按压女人的狱卒时 女人突然浑身一震 她不禁失声呻吟到怎么可以这么舒服 有一种莫名的舒服感在自己的身体中流窜 当卢德权抬头观察女人的反应时 她却心中一惊 这女人头顶的好感度突然开始疯狂飙升 眨眼间就到达了百分之百 只听咕咚一声 女人手中的手机直接掉进了洗脚盆里 而女人不但没发觉 她还做出了让人无法描述的表情 当老板进来为女人送毛巾时直接震惊了 她失声道 德权 咱这是震惊的洗脚城 卢德权干大地笑着解释 我真的什么也没干 就是洗个脚而已啊 小伙身为名校刀材生 却在晚上做足疗师 他受尽了客人的冷嘲热讽 如果不是小女仆西西的出现 小伙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还是花仙转世 她融合了西西线上的宝典后决定好好修炼 西西却告诉她 想要好好修炼就得越境天下美女 比如她系统中推荐的这位下壳 无论每种指数都显示的很不错 卢德权摇头拒绝 这下壳是他们学校的学生会会长 他不但是全校男生公认的校花 一个月前他还得罪过人家 那时放假他着急去打工 结果在走廊转脚撞倒了下壳 然后她的手就不小心按到了下壳的兔骨子 如今下壳估计已经恨死她 她可不想再招惹她 卢德权下班刚到家门口 就发现了门上被人泼了红漆 妹妹哭着告诉她逼债的张辉说了 一个月还不上他们一百万就要用房子抵债 卢德权向妹妹发誓 自己一定想办法把房子保住 回到房间后西西再次出现 她告诉卢德权 之前她路过一个地方 不但能修炼陶运宝典还能赚很多的钱 卢德权跟着西西来到了一处豪华的建筑前 建筑没有任何招牌 但当她进去却看到有无数对男女正在彼此愉快的交谈 安保人员经过请示后 将卢德权带到了一处办公室 卢德权推开门就看到了一个身穿红裙的女人 她正冷冷地审视卢德权 她表示想到她这里作解压尸的人不在少数 但她这里很多人都是达管险贵 想疏解他们的压力和心结 没点能力恐怕不行 红衣女子抬起卢德权的下巴调坦的 虽然她长得还算不讨人险 但看着还是太难了险 恐怕连客人的心扉都难以打开 被拒绝了的卢德权心中有些失落 看来这老板是看不上自己 就在她准备离开这里时 却听到了一个胖女人的叫嚣声 她将手中的钱直接摔到了服务人员的脸上 并质问倒解压尸雷昂到底去哪了 老板听到消息心中暗户不明 JSF集团的李夫人可不好惹 一般的解压尸根本入不了李夫人的眼 恐怕只有雷昂能够安抚她的情绪 此时不知情况的其他解压尸 将李夫人请到座位上想要陪她谈心 可李夫人直接抬起巴掌就准备扇过去 就在这时卢德权一把抓住了李夫人的手 他劝说道再怎么样也不能打人啊 老板和众人看到这一幕大吃一惊 这哪来的愣头青竟然敢这样对李夫人 可那边的李夫人却刷得脸红啊 这个男子看起来竟然无比的让人舒心 他的情绪瞬间缓和下来 李夫人温柔的点头说道 我听你的 我不打人了 一旁的老板险些惊掉了下巴 卢德权竟然能让暴怒的李夫人瞬间哑吐 这也太神奇了吧 这个女人在床边拍了拍 她让小伙赶紧把衣服脱了 她以为只要钱给得到尾 没人能拒绝得了她 可下一刻她却庆幸 小伙竟用这种方式回绝她 她在解压会馆成功安抚了复活后 会馆老板娘立刻将她留了下来 此时另一边 金牌解压师雷昂心满意足地准备离开了 她给会馆经理打电话抱歉了 自己刚刚陪完客户 难搞的李夫人她这就回去解决 经理却淡淡到不必了 新来的解压师已经将李夫人安抚好了 挂断电话后雷昂十分愤怒 什么新人竟敢趁她不再挖她墙角 那边卢德权回到家后决定转行做解压师 这些富婆的钱实在是太好赚了 第二日雷昂开着超跑来到了解压会馆 她倒想看看是哪个新人敢抢她客户 当她看到长相平平无奇的卢德权势不禁放下心来 她告诉经理 一会赵盈小姐来就让这新人解压吧 赵盈可是会馆出了名的病交封批大小姐 她来的时候所有解压师都巴不得躲得远远的 毫不知情的卢德权换上职业装后 便被经理安排给赵盈解压 赵盈烦躁到这会馆总来也没什么意思 她要卢德权陪她出去逛逛 可让卢德权没想到的是 赵盈直接带她逛到了酒店 西西出现后有些好奇地问卢德权 这解压师还负责缓解客户身体上的压力吗 她可千万别被女人给绊了呀 修炼陶运宝典需要童子之身 否则是会暴铁而亡的 卢德权简直要抓狂了 这什么破宝典啊 又让她跃进天下美女 又让她守住童子之身 太坑人了吧 就在这时洗完澡的赵盈出来了 她让卢德权赶紧把衣服脱了 卢德权肝脏地解释道 解压师主要是心理层面的解压 身体层面的就算了吧 赵盈却淡笑着让卢德权开个价 在正经的解压师 她也可以用钱拿下 卢德权感觉自己的笑容 就要裂在脸上 她想要钱但更想要命啊 随后她表示身体上的解压 还有另一种方式 她可以为赵盈做一次推拿 赵盈挑没到那就在床上推拿吧 不信她上了床还能下得去 卢德权将陶运宝典的真元 汇聚到双手之上 开始为赵盈推拿 原本还不怎么在意的赵盈 突然浑身颤领 她的内心涌出了一种 无法言说的舒服质感 就如同沙漠中临死的人 被灌入了一口甘甜的泉水 她忍不住地大声喘息道 这也太舒服了吧 简直比情势还要销魂 没过多久赵盈便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卢德权无奈到趁机会赶紧溜吧 这个小伙肩负着造福天下女性的命运 可她虽为花仙转是修习仙法 但却不能破掉自己的童子之身 赵盈带小伙来到酒店 想用钱拿下小伙的出辞 为了活命小伙却只能忍痛拒绝 第二天学校如期开许 校门口有两个人坐在车里研究着 怎么用放在车顶的水泡妞 这是一个长发妹子取下了车顶的水问的 这瓶水她可以喝吗 司机小伙一看妹子颜值漂亮不禁大为心动 但妹子却表示车顶就放一瓶水也太少了 另外一个小伙立刻表示 像这样级别的美女别说一笔 异乡都是可以的 长发妹子听后满意地笑了 她笑答那自己就不客气 嘴冰砰的一声 车顶传来的一声巨响吓了两个小伙人跳 整整一目香的水被人砸在了自己的车顶上 这让司机小伙痛哭了一声我的车 两人愤怒地看向长发妹子 他们反应过来自己就是被人给耍了 此时长发妹子身后出现了好几位壮硕的保镖 他吩咐保镖把这两个流氓和他们的破车筒筒弄开 只要他下可可担任学生会会长一天 就绝不允许有伤风化的事情在学校发生 在众学生的注视中下可可走进了巡校 今天他必须要把那回系他凶的混蛋给抓住 此时卢德全正站在学生会办公室的门前 他犹豫着自己要不要进去 班主任委托他将迎新运动会的参赛名单拿给学生会会长 可他之前无意间袭击了下可可的凶力 这让他怎么面对下可可呀 不过幸运的是这时下可可似乎没在办公室 卢德全连忙进去把名单放下 就在他准够离开的时候 走廊里居然传来了下可可的声音 卢德全内心瞬间慌乱起来 他左看右看想要找个地方躲一躲 看到旁边还有个门 卢德全直接跑了进去 可跑进去卢德全才发现 这个房间比外面那个屋子豪华多了 这似乎是下可可的私人房间 下可可的声音一点点逼近 卢德全暗自咬牙到千万不能被他发现 当下可可推门进来时 办公室里一切如常 他坐到椅子上看起了最近的工作计划 显然不知自己正在被人观察 卢德全躲在衣柜里心中着急 下可可怎么还不走 他平时不都挺忙的吗 就在这时下可可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 只听咔哒一声他便将门反锁上来 然后下可可就将身上的黑色吊带脱了下来 他准备换套衣服一会儿去参加迎新会 而衣柜中的卢德全彻底崩溃了 这下完了 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被宽衣解带的美女堵在衣柜中是什么感觉 卢德全只觉得自己浑身颤立了 当下可可挑好一件衣服后 卢德全的心放了下来 还好下可可没有打开另一边门 否则自己岂不是有理也说不清了 就在这时卢德全听到了下可可拉门的声音 他嘟囔着还得配个吊带 哗啦一声卢德全那边的衣柜门突然被拉开 他举着一条吊带直接石化 下可可看着衣柜里突然出现的卢德全只觉得血压飙升 他忍不住地大叫了一声 而卢德全连忙反应过来捂住了下可可的嘴 他解释着自己不是流氓千万别误 可下一刻被捂住嘴的下可可惊慌间向后摔倒 卢德全也被带着向他扑去 当下可可倒闭时 房间外立刻有人询问会长发生了什么 下可可立刻推开卢德全捂住胸口向外跑去 他当想叫人进来抓色狼 卢德全却在身后再次捂住了下可可的嘴巴 下可可只觉得自己的后背贴上了某人的胸口 卢德全解释自己就是来送报名表的 因为太实了 卢德全的双手不知不觉戴上了一丝凌厉 下可可只觉得一阵苏玛感传遍了自己的全身 扑通一声他双膝跪地瞬间失去了抵抗的力气 卢德全见此大为吃惊 下可可这是怎么了 此时下可可只觉得卢德全的双手是那样让人舒服 他克制地恳求卢德全把双手拿开 就在这时西西却蹦了出来他让卢德全别松手 要不下可可一叫他就变成现行犯了 此时门外的人焦急地敲起了房门 而卢德全只能捂着下可可不松手 西西提议让卢德全把下可可的好感度刷到一边 这样下可可就不会对他不利了 卢德全无奈到那只能如此了 大量灵力透过手掌传进了下可可体内 下可可只觉得卢德全的手那样温暖舒适 让他特别地放松甚至感觉到了幸福 他控制不住地向旁边摊软了下去 而卢德全则庆幸到应该是好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众人撞门的声音 卢德全心想完了 自己这变态的恶名肯定要被坐实了 可这时下可可却发话到自己没事了 刚刚只是看到了一只老鼠 他娇羞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并解释自己可不是在帮卢德全 他只不过是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刚刚的那个样子 卢德全再次表示这真的是长误 下可可却红着脸警告他 今天的事情绝对不可以说出去 而为了卢德全能够做到守口如皮 从今天起他必须跟在自己身边 于是五分钟后 下可可向众人宣布 从今天开始 卢德全将会担任自己的私人助理 白天在下可可办公室的遭遇让卢德全很是头疼 晚上他来到解压会馆工作时依然有些心不在焉 旁边的小辽机问卢德全昨天那位赵盈是不是很可怕 他听说赵盈可是出了名的难产 不但微逼逼又让解压师治疗身体的记忆 他不满意还会污蔑解压师建设起 很多解压师都被他投诉失业了 卢德全听到这里尴尬无语 昨天他被强拉到酒店后就逃跑了 今天赵盈不会来投诉吧 说曹操曹操就到 此时赵盈已经一脸冷笑着来到了会馆 一旁开导客户的雷昂健壮十分得意 卢德全敢抢他的客户 今天就好好给他的教训 经理跟赵盈说卢德全就在那边 他这就让那小子过来道歉 赵盈却直接冲到卢德全身边抱住了他的胳膊 他娇羞到这位解压师的服务可以达到满分了 一旁的雷昂直接懵逼了 卢德全难道也已经失身于赵盈了 而且他还伺候的赵盈很满意 就连旁边的经理和其他解压师都被震住 新来的卢德全竟然得到了赵盈的满分评价 王牌雷昂也不过九十分吧 赵盈对着卢德全撒娇道 你的解压方法真的太好了 我感觉无论精神和身体都放松了很多 卢昂只觉得自己的肺都要被气炸 只听咔嚓一声他捏碎了手中的玻璃杯 他心中怒吼 王牌解压师的位置他绝不会拱手相让 在那边赵盈的大力推荐下 他的好姐们们相继来找卢德全解压 卢德全只觉得自己干的 根本不是心理解压师的工作 最近来找他的女客户 见面就往床上一趴 然后就让他按摩 更可气的是那些女人一边享受着他的按摩 一边在那鬼叫着真舒服真销魂 卢德全也不知道赵盈是怎么给他宣传的 好好的心理解压师变成按摩解压师了 不但如此 那些女人还在解压会馆里争风吃醋 搞得影响很是不好 就连经理都找人告诫他 要做正经的解压识别走歪了路子 而这一切都被极度心爆棚的雷昂探在眼里 他让身旁的玛丽帮自己一个忙 只要这件事成了他就帮他解决那个人 第二日傍晚众人惊讶地看到 经常跟在雷昂身边的女孩 居然单独来找卢德全 难道雷昂不但工作中王牌的位置被抢 就连女朋友也要给戴绿帽子了吗 可此时卢德全却感觉到这个女人来者不善 他咄咄逼人到雷昂的工作能力明明抢你 可你竟然靠着按摩这样下流的方式 抢了他的客户 实在是无耻之急 女人冷笑到今天他就要来试试 这卢德全的按摩术究竟有多么高超 这个女人想要为雷昂打抱不平 可谁能想到她的方式 竟是让卢德平给他按摩 玛丽挑衅到卢德平面下三烂的剂量 在自己身上绝对无效 卢德平也不反驳 他问到那就在会馆长地方开始按摩 玛丽直接拒绝到这里不行 如果遇到雷昂他们可能会发生误 随后玛丽带着卢德平来到了大浪滔天酒店 当他们进入大浪滔天后 雷昂的身影却悄悄出现在了不远处的轿车内 他拨通了某个位置号码名笑道 好戏开始了 此时正在暗巷里打人催债的张辉 突然接到了陌生人的来电 只听那人在电话里喊着玛丽是我的女人 你以后再敢骚扰她就剁了你胃口 张辉十分愤怒地吼了 库崽子你有种把地址抱上来 雷昂在电话的这头猖狂地笑道 我现在和玛丽正在大浪滔天 你有本事就过来 与此同时 玛丽带着卢德平走进了准备好的房间 卢德平催促到现在就按摩吧 但玛丽却并不着急 他拿出香槟笑道不如先喝一杯 这瓶酒是雷昂给他的 雷昂想让他将卢德泉瓶晕 然后扒光了扔在大街上 他事先吃了雷昂拿来的解料 自然是不怕的 两人喝完酒后 玛丽便倒在了床上 他让卢德泉赶紧过来按摩 而卢德泉则将灵力汇聚到双手之上 这次他要将灵力催到最大火 然后看看到底会是什么效果 可还没等卢德泉的双手碰到玛丽 玛丽却突然大叫了起来 只见他难受地撕拽着自己的衣服 嘴里还喊着好热 卢德泉正暗自惊疑这是怎么回事 西西却告诉他 刚刚那瓶酒里被下了阴阴药 不过卢德泉修炼陶运宝典能够操控水元素 那些个不入流的东西自然伤不到他 他的按摩之所以受欢迎 所以才让人觉得轻松舒适 卢德泉笑道 他还以为逃运宝典是什么不正经的功法 原来自己是误会了 就在这时光光光的敲门声突然传来 有人在外面怒吼了 玛丽和野汉子赶紧给我滚出来 卢德泉从猫眼一看 来人竟然是发高利贷的张辉 他瞬间明白过来 玛丽这是和别人给他下了套 他必须赶紧逃出去 卢德泉来到窗口向下望望望 西西此时十分惊讶 主人不会是要从这里跳下去吧 这个女人还没等小伙碰他 就开始阴阴阴地叫嚷起来 而此时已经有人堵在了门口 他们准备前来捉奸在床了 卢德泉心知自己这是中了仙人跳的局 他准备从窗外逃跑 只见他将楼体外置水管直接分泌 大量的自来水喷涌出来 自从修行逃运宝典后 卢德泉便有了掌控水元素的能力 此时他拧水围兵借着冰柱从楼上滑了下去 就在卢德泉准备落地时 他看到了雷昂的汽车 他瞬间明白身后涉局的人就是雷昂 雷昂此时正在车内等待事成的消息 突然一节巨大的冰柱对上了爱车 雷昂抬头一看立刻大惊失色 应该被捉奸的卢德泉竟然从天而降 只见卢德泉毫不客气 他一脚灯晕了雷昂然后顺利落地 就在这时楼上有声音传来 内奸夫逃到楼下了 等张辉带着手下跑下来时 刚刚醒来的雷昂却被众人抓了个正着 张辉翻看雷昂的手机 他确认雷昂就是刚刚打电话的那个肩夫 八成肩夫跳下楼的时候摔晕了没跑着 雷昂看到张辉掏出匕首立刻苦苦哀求 求求你不要划伤我的脸 随后雷昂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街道 卢德泉回到解压会馆后 便向老板娘提交了辞职报道 他表示自己的高利贷欠款已经还完 所以就不打算做解压师了 老板娘却吃笑 你赚了一百万就心满意足了 随后他将卢德泉入职10千的劳动合同拍到了桌面上 老板娘笑道你现在是我的摇钱术 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除非你能拿出合同上的300万违约金 老板娘让卢德泉不必再提辞职的事情 最近他的压力太大偏头痛犯了 他听说卢德泉的按摩技术不错 如果能给他按好 那可以减免一部分违约金 卢德泉只觉得机会来了 如果他能够刷爆老板娘的好感度 说不定自己就能恢复自由了 卢德泉信心满满的开始为老板娘按摩 可按了半天卢德泉却发现 老板娘的好感度一直维持在50 原来他已经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卢德泉连忙脱下自己的外套给老板娘披上 可这时感觉不到按摩的老板娘立刻醒过来 他突然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 他让卢德泉今晚跟他走 此时夏可可在附近刚刚参加完朋友们的聚会准备回家 就在他的车路部会馆时 他却看到了卢德泉居然和一个老女人走了出来 夏可可震惊地看着卢德泉上了老女人的豪车 他心中一惊 难道卢德泉竟然给老女人当小白脸 这么好看的沙雕动画为什么不三更 关注三更路九行 各位看官老爷们快去帮我催更 这个女人轻蔑地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男人 她抚摸着她的下巴 然后直接吻了上去 不过片刻她就吸干了男人的惊喜 竟然会有男人 比雷昂还受欢迎 这么可可的目标 我可不能错过 此时已经被盯上的卢德泉 正坐在老板娘的车上询问 他们这是要去哪里 老板娘的神情却有些悲伤 他要去的地方有些特殊 没过多久老板娘的车便停在了青山精神病院的门前 卢德泉跟着老板娘进入精神病院后 小护士立马赢了出来 小护士表示他妹妹的症状完全没有点清 还是和以前一样极度仇视男人 而且最近似乎越发失控 他妹妹甚至连觉都不睡 卢德泉心中诧异 老板娘不会让他给他妹妹服务吧 果然老板娘随后告诉卢德泉 他希望卢德泉能给他妹妹做一场放松按摩 他没有其他的什么要求 只希望卢德泉能让他妹妹睡一场安稳的觉 卢德泉点头到那他就尽力一室 不过病人仇视男人他只能找机会接近 老板娘率先进入病房 他会吸引妹妹的注意力 然后让卢德泉找机会靠近 当老板娘和妹妹聊天时 卢德泉捏手捏脚地进入了病房 但妹妹还是发现了卢德泉并泛起病来 老板娘见状连忙把妹妹紧紧抱住 趁此机会卢德泉立刻上前运用灵力 想要安抚住妹妹的情绪 下一刻他却突然发现 无数道飞气从妹妹的身上涌出竟要将自己缠住 是妹魔的黑能量 妹魔是什么 妹魔是以人类坚弃为实的恶魔生物 也是我们花仙一族的死敌 而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段 一场时装秀刚刚落幕 雷昂来到后台跪在了红衣女人的面前 他恳求主人能够治好他被划伤的脸 然后帮他除掉卢德泉 红衣女人冷冷地扫了雷昂一眼 他怒斥道真是个废物 他站起身来挑起雷昂的下巴说道 你一个奴仆竟想让主人帮你办事 真是无能啊 随后他却探身上前稳住了雷昂的双唇 不过眨眼之间雷昂的精气便被他吸干 他将雷昂的尸体抛下后淡笑道 卢德泉竟将雷昂比了下去 这样的人他怎么能够错过呢 此时身处精神病院的卢德泉正用尽全力 与老板娘妹妹身体内的妹魔力量对抗 好强的打来能量 知道无法反射大人 就退回到女孩的身体里 我妹妹怎么了 别担心 只是睡着了而已 三更陆九行快借求关注 看官老爷们快去看看吧 好看的沙雕动漫值得留下小红心 这个女孩恋爱了 可她没想到等待她的并不是爱情的美好 而是破旧黑暗的废弃仓库 和一群受尽凌辱的失常上路 卢德泉没想到老板娘的妹妹竟是这样疯掉了 但她知道这一切肯定是妹魔搞得过 他们离开精神病院后 老板娘便送卢德泉回家了 卢德泉让老板娘不必担忧 她妹妹的病会有治好的命天 我到家了 谢谢老板娘 等等 婷婷能好好睡上一觉 是我多给你的额外奖励 妹妹玲玲从自习室回家正好看到了车上这一幕 她手上的书趴的一声掉落在地 车上的那个女人看起来岁数不小也很有钱 可还是大学生的哥哥怎么会认识她 此时卢德泉已经下了车 希希劝说卢德泉最好抓紧修炼提升修为 这样才能对抗出现的妹魔 这不是逼我多泡妞当伟小宝吗 多泡妞当伟小宝 我可怎么成这样了 哥 你最近这段时间每天都很晚回家 是因为交女朋友吗 我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不是告诉过你 每晚都要打工吗 我可竟然 我和女人约会叫打工 难道她为了赚钱 竟然 玲玲回到房间后很是伤心 她决定要帮助误入歧途的哥哥 把她从泥潭里拉出来 第二日放学后 卢德泉正准备坐公交去会所 一辆轿车却在她身边突然停下 夏可可从车上下来直接挡住了卢德泉的去路 她问卢德泉准备去哪 卢德泉心中疑惑这夏可可什么意思 她笑到自己要去打工 但夏可可却吃笑到打什么工 昨晚那种陪劳女人过夜的工作很赚钱吗 她怒斥卢德泉看着像的男人 可竟然去给富婆当小白脸 实在是给学校丢人 就在这时玲玲却突然出现了 她让夏可可赶紧离开她哥 她哥是绝对不会因为钱出卖身体和灵魂的 卢德泉当场懵逼了 什么玩意儿她就成小白脸了 卢德泉让玲玲赶紧回家写作业 什么出卖身体和灵魂她在瞎扯什么 哥 你要把我当小孩子到什么时候 昨晚你和那个女人做的事情我都看到了 哥 我知道你养家很辛苦 但是昨天服一个女人 今天又服另外一个女人 你不觉得这样很没尊严吗 什么就又服另外一个女人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年纪轻轻就包小白脸 真是时风日下 听说还是和人喝包 三更陆酒行快捷求关注 看官老爷们快去看看吧 好看的沙雕动漫值得留下小红心 被亲妹妹误会当小白脸是什么感觉 卢德泉只觉得内心凌乱了 周围人的议论声让夏可可直接无语 她什么时候包养卢德泉了 夏可可的司机劝三人赶紧上车 有什么误会上车再解释吧 此时在城市另一边的解压会馆已经开始营业了 红衣女人冷笑着走了进来 她今天是来抓捕她的猎物 服务生看见红衣女人不经惊叹 这不是超模甘薇薇吗 这身材果然和电视上一样火了 甘薇薇直接叫来会馆经理 她问到卢德泉在不在 经理达到今天卢德泉会来得晚一些 她可以安排别的解压室为她服务 甘薇薇只见一点淡淡的 今晚这解压会馆她包场了 坐在一旁的其他女客人不经潮信 来这解压会馆的人都是非富即贵 一个臭模特蒜老解压竟扬言要包场 甘薇薇蔑视到一群愚蠢的人类 随后她挥手放出能控制人心智的傀儡虫 下一刻被傀儡虫控制的两个女人 开始疯狂地抽自己的嘴巴 同时被傀儡虫控制的经理也行理到 主人这就为您安排包场服务 正餐到来前 就先享受点开胃菜好了 此时在夏可可的车上 玲玲终于明白是自己误会了 她十分不好意思地对着夏可可道歉 夏可可却表示这件事情就怪卢德泉 好好一个大学生去当什么解压师啊 玲玲连忙替卢德泉解释 哥哥主要是为了替爸妈还账 否则她也不会这么辛苦 不过现在债务已经还清了 她还是希望哥哥能别打工了好好上大学 卢德泉尴尬到她之前签了劳动合同 违约金有三百万 所以她必须干满一年才行 夏可可淡笑到三百万 就是自己一个月的零花钱 她可以替卢德泉把违约金出来 不过卢德泉以后就得为自己工作 这三百万相当于提前支付给她的工资 玲玲觉得给夏可可打工 比开导那些老女人强多了 但卢德泉却不知道夏可可想让自己干什么 放心 不会让你上刀山下火海 也就是替我端茶倒水 又或者替我按摩一下 你究竟接不接受这笔钱 还是说你舍不得理直 我要 我会好好工作 回报会长 夏可可见此便让司机开车去解压会馆 他要卢德泉现在就去辞职 没过多久三人就到达了目的地 卢德泉让两人在外面等他 他去去就回 可当卢德泉推开会馆大门时 他却惊讶地发现会馆今天居然空无一人 三更陆九行快捷求关注 赶官老爷们快去看看吧 好看的沙雕动漫值得留下小红心 这个女人享受着众多男人的服务 但她却依然不满足 她今天想要拿下的人可是这里的王牌 只是她真的能狩猎成功吗 此时卢德泉来到会馆很是不敬 他问经理难道今天大家都休假吗 经理却答非所问地 让卢德泉赶紧去雅间服务客人 客人已经在等他了 卢德泉解释到今天他是来辞职的 恐怕不能工作了 但经理依然重复着刚才的话 似乎根本没听见卢德泉说什么 大人 情况不对 这个人中了魅魔的傀儡虫 被控制了心智 魅魔 就是把老板娘的妹妹害成那样的魅魔 她在这里吗 西西怀疑雅间的客人可能就是魅魔 但魅魔现在还不知道卢德泉的身份 他们有机会抓住那魅魔 卢德泉惊到不是吧 他现在应该把腿就跑才对啊 但西西却表示桃运宝典是魅魔客星 而且他们有心算无心成功率会很高的 就在这时会馆的安保人员将卢德泉团团围住 卢德泉心智若是他逃了 那会馆里的所有人必死无疑 他叹息到只能选择战斗 希望西西没有骗他 当卢德泉推开雅间的门时 他就看到甘薇薇无比惬意地享受着五个男人的服务 甘薇薇看到卢德泉到了便挥退了众人 他打量着卢德泉心中有些失望 这卢德泉看着除了年轻以外也没什么优点 长相实在是普通了些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过来 人家今天可是专门为你包场来的 大人 就像平时就好 但这个魅魔不注意时 就是攻击他的好机会 小姐难道是明星吗 你长得真是太美了 难过能超越雷雅 成为这里的王牌解压师 这小子这么会说 哪个女人能受得了呀 随后甘薇薇便给卢德泉倒了一杯酒 西西看到酒中有暗血虫便让卢德泉千万不能喝 甘薇薇见卢德泉不接酒杯心中生意 难道这小子能看到酒中有问题 西西也在旁提醒他 普通人是无法看到暗血虫的 他不喝的话魅魔很容易起行 此时在门外等候的夏可可心中暗自着急 这卢德泉怎么还不出来 玲玲有些担忧到会不会是老板不放人 把哥哥给关起来了 夏可可让玲玲在门外等着 他要进去看一看 这地方怎么还敢私设求饶不成 另一边卢德泉接过酒杯正假装要喝 但下一刻他却将酒杯放了下来 甘薇薇立刻放出傀儡虫 他警惕地问卢德泉为何不喝这酒 当一个超模美女躺倒在沙发上让你赶紧过去 你是会急不可耐还是会觉得此事有诈 甘薇薇见卢德泉不喝他递过去的酒 顿时心中生疑 卢德泉解释自己的绝活是按摩 一旦喝酒就会影响发挥 原来是这样 这杯酒就等按摩完再喝 按摩的时候都用点力 别怕弄疼我 人家就喜欢力气大的男生 西西见此立刻提醒卢德泉 这就是消灭魅魔的好时机 此时甘薇薇趴在沙发上等待着卢德泉的福 他心想这种粗出茅庐的愣头青实在是很好拿下 就在这时他在酒杯的反光度 看到了卢德泉手中凝聚的灵力 甘薇薇薇心中一个机灵猛然从沙发上翻身跃起 他暗呼好险 在跳出卢德泉的攻击范围后 他力声质问卢德泉到底是什么人 西西显出身影笑道 卢德泉是举世无双风流倜傥的当代花仙大人 甘薇薇大吃一惊 花仙一族是魅魔的死敌 他刚刚实在太大意了 甘薇薇一把掀起面前的茶几向卢德泉攻去 卢德泉没想到甘薇薇竟然这样果断 控制系魅魔不善进战 他这是直接就要逃跑 甘薇薇刚刚抓住门把手要逃出眼界 一阵掌风已经从身后袭来 卢德泉将灵力凝聚在手上 他一跃而上直接拍中了甘薇薇的肩膀 乒乓的一声甘薇薇不抵倒地 他吃痛的叫了一声心中暗沉 这卢德泉不好对付 西西健壮让卢德泉赶紧乘胜追击消灭魅魔 不能让他跑了 可就在卢德泉准备再补一场时 雅间的门却突然被人撞开 卢德泉你在干什么 怎么能够打女人呢 你还是不是男人啊 会长 你怎么来了 小姐 你没事吧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你送到最好的医院检查 会对你负责到底的 别过去 他很危险 卢德泉的话音未落 夏可儿已经被魅魔一把掐住了喉咙 魅魔坏笑道这女人看来很重要啊 卢德泉连忙高声呵斥 不要牵扯无辜 他答应放甘薇薇离开 但是甘薇薇必须先放了夏可儿 甘薇薇笑道这桩交易他很喜欢 他这就把他的小美人还给他 说吧甘薇薇用力一甩 夏可儿便无力地向卢德泉怀里倒去 就在卢德泉即将接住夏可儿时 夏可儿突然拿出了一把匕首向卢德泉刺去 卢德泉迅速反应过来 他直接握住了夏可儿的双手 小伙为救笑花学姐答应了魅魔的调解 而笑花学姐在被救时 竟然抽出一把匕首想要将卢德泉刺死 还好卢德泉反应及时一把抓住了夏可儿的双手 随后他夺下夏可儿手中的匕首甩到了墙上 卢德泉生气地质问夏可儿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怎么能帮那个魅魔对付自己 但夏可儿的状态却完全不逆 他的双眼都变成了烟红的颜色 他中了魅魔的傀儡虫被操控了 既然你不守信用那今天就别想走了 别着急 你先看看你的同伴 我劝你别乱动 不然我可不保证 这个女孩会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啊 卢德泉暗骂到可恶 夏可儿被操控的话他完全没法下手 甘微微操控的夏可儿扶自己离开 他当当受了重伤不宜久 否则傀儡虫很容易失控 等卢德泉出来时 玲玲告诉卢德泉 夏可儿扶着一个女人上车后就离开了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传来了夏可儿的信息 如果卢德泉想要救人 那就立刻去凯旋酒店找他们 卢德泉让玲玲赶紧回家后便匆匆地跑走了 这让玲玲觉得很是生气 她知道卢德泉一定是隐瞒了自己什么事情 可为什么要瞒她这个妹妹呢 没过多久卢德泉便来到了凯旋酒店 她心想难道这里就是甘微微的老头 这明显就是个陷阱 您这样就自投罗网 夏可儿是因为我才被抓走的 不管这里有什么样的天罗地望 我都必须来 卢德泉探到她已经准备好了特殊武器 如果这样还没能救夏可儿 那她也没办法了 当卢德泉进入酒店后 一个阴森的西装男直接向她走了过来 卢德泉暗声警惕 这人很可能就是那妹妹的手下 果然西装男笑道小姐正在房间等你 她让卢德泉跟她走 当他们进到一个房间时 卢德泉却并未发现夏可儿的踪影 她刚要质问西装男便听刷的一声 隔断的门被人拉开 夏可儿此时已经被吊着绑在了墙壁旁 而甘薇薇则拿着长鞭冷冷地看着卢德泉 来得够早的呀 看来你是迫不及待地想加入我们一起快乐了 少给我扯这些 说吧 你怎样才肯放人 甘薇薇笑道想让她放人很简单 只要卢德泉能打败她身边的西装男就可以 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正用长鞭调教你的绯闻女友 你会怎么做 此时卢德泉质问着甘薇薇 她要如何才肯放了夏可儿 并收回她身上的傀儡虫 只要你能打赢蔡奇 我就放了你的小情人 放心 我已经把她身上的傀儡虫收了回来 不然 交起来也太无趣了 甘薇薇一把拿下了夏可儿塞在口中的水卷 夏可儿此时已完全恢复了意识 卢德泉 快打电话报警 少美人 警察可没能力 能把你救出去 另一边蔡奇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 她不认为卢德泉能经得住自己一拳踢 兮兮却吃笑到蔡奇竟然敢小瞧花仙大人 卢德泉三拳便能将她打趴下 甘薇薇表示蔡奇可是职业拳击手 就卢德泉这新进花仙恐怕都碰不到蔡奇的一脚 那边蔡奇身形晃动间残影平闪 她眨眼的功夫便攻到了卢德泉的面前 卢德泉本能反应的抬起手臂挡住了蔡奇的进攻 但蔡奇的速度和力量还是令卢德泉大吃一击 卢德泉不敢轻敌 她凝聚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向蔡奇回击 她坚信这一拳蔡奇躲不开 可下一刻蔡奇竟然违反身体规律的向后折眼 避开了卢德泉的一击 卢德泉心中大惊 这怎么可能 她凝聚跑用宝典的灵力快速地向蔡奇挥拳 可蔡奇竟然以极快的速度一一躲 这根本不是人类能有的速度 蔡奇揭开上衣展示了自己的蟑螂应急 她告诉卢德泉她是打不到自己的 卢德泉和夏可尔看到这一幕大吃一惊 人类怎么能和蟑螂相结合 鸡身蟑螂能让记主获得蟑螂一般的反应力 人类是不可能赢过她的 这个卫魔把你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为她卖命 你傻呀 我她是神神魔 谁能让我变强 我就听命于谁 突然轰的一声 卢德泉没能躲过蔡奇的无影拳 被她一拳砸在了墙上 夏可尔和兮兮健壮皆是一惊 普通人类对卢德泉不构成威胁 但蔡奇这种怪物就很难说了 既然你执迷不悟 就不要怪我要使绝招了 小心 说不定 她还有什么压箱底的招数没使出来 只见卢德泉掏出衣兜中的打火机 咔哒一声点燃了火焰 之后她就在房间各处点起火 这番操作让众人全都看懵了 蔡奇吃笑到放火就是卢德泉的绝招 这未免让人笑掉大牙了 高级酒店的总统套房都安装有自动灭火装置 卢德泉想烧房子简直太傻叉了 卢德泉笑到自己是正规的大学生 可不会做那种烧毁民宅违法乱纪的事情 蔡奇此时真有些疑惑了 那卢德泉放火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话都说到这份上你都还没想到 看来你是真傻 不是火 当然就是水了 小火的绯闻女友被人吊打羞辱 是个男人都不能忍 卢德泉使用陶运宝典的能力将周围的水凝结成敌 但下一刻她却遭到了嘲笑 卢德泉一边躲开蔡奇的攻击 一边淡笑到蟑螂是冷血动物 天意冷蟑螂的活动就会受影响 而和蟑螂谷融合的蔡奇速度也明显变慢了 卢德泉凝聚所有灵力对着蔡奇的脸颊就是一顿暴击 毫无招架之力的蔡奇瞬间就被卢德泉打趴在地 随后她指向甘薇薇让她立刻兑现承诺 蔡奇她已经打败了 现在可以放了下壳了吧 下一刻被松绑的下壳扑向了卢德泉的怀意 卢德泉轻声安慰到没事了 可就在这时甘薇薇直接磨变成了蜘蛛人形态 谁告诉你们没事了 你刚刚明明答应了放人 现在傻赖 我是把你的小情人放了呀 可我没说不会把你们又抓起来 甘薇薇话音刚落 无数蛛丝向卢德泉二人喷涌而去 卢德泉的四肢眨眼间就被蛛丝缠住 她心中按惊着蛛丝的速度也太快了 而另一边 被卢德泉紧急推走的下壳 刚刚想要推门逃跑 树根蛛丝便追上了她 瞬间便将她缠绕得无法动态 你怎么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不应该拼命向我求饶吗 即便向你求饶 你难道会放过我吗 还不如省省力气 好呀 等我撕开你的胸口 看你还会不会无动于衷 就在蜘蛛毛即将刺进卢德泉的胸口时 卢德泉的双手挣脱了蛛丝 只见她拿着一瓶未知液体 对着甘薇薇的脸开始狂喷 甘薇薇感觉到自己突然无法呼吸 她怒视卢德泉是故意让她靠近的 她喷的到底是什么 卢德泉笑道 这可是为甘薇薇特别准备了 融合了她花仙一足伶俐的特效杀虫剂 甘薇薇痛苦地捂着自己的脖子 她彻底窒息了 下一刻甘薇薇的身影 突然化成了一团黑雾消失不见 会长 我这就来救你 好了 没事了 现在安全了 会长 你是不是搂得太紧了 大人 她好像不太对劲 报警我 报警我 这什么情况 西西观察了一阵解释道 夏可儿肯定是中了魅魔的魅度 现在找不到解药 只能让卢德泉做出点牺牲了 否则夏可儿就会彻底丧失人性 果然是要做那码事吗 我的那个先不提 不禁允许拿走女孩子那个 可是犯法的 如果你的绯闻女友中了魅度 你愿意施身为她解读吗 西西在告诉卢德泉 需要她牺牲解读后 卢德泉脸红了 果然是要做那码事吗 我的那个先不提 不禁允许拿走女孩子那个 可是犯法的 西西不耐烦地让卢德泉 现在就赶紧把事情办了 卢德泉却慌乱到 她不想现场直播 西西有些疑惑 不就是取她点血吗 什么现场直播 面对突然安静的卢德泉 西西快速地将写取了 然后她继续问道 她刚刚说的 现场直播是小视频里那种事 卢德泉甘荡地 直接转移了话题 她问到夏可儿 喝了自己的血 除了百毒不清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西西淡定地回答 以后夏可儿 不会对除她之外的男人感兴趣 这算副作用吗 不知过了多久 夏可儿突然从梦中惊醒 她喊着不要杀卢德泉 一旁的卢德泉 连忙出声安慰道 没事的那个妖怪被消灭了 他们现在很安全 哪里安全了 你头上还飘着个女鬼 谁是女鬼 谁是女鬼 你见过我这么漂亮的鬼吗 你前瞻才是鬼 她怎么突然看到你了 因为她喝了大人的血 改变了体质 只有看到灵体的能力 卢德泉知道 没有办法再隐瞒夏可儿 她便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夏可儿说了 夏可儿听完卢德泉的话 心中后怕 原来这世上 还有这么邪恶的生物 西西告诉卢德泉以后 他们都要小心了 魅魔和花仙一族 不但会莫名其妙地沾染英国 还会连累到身边的人 卢德泉联盟对夏可儿表示 以后她不会去学生会了 这会让夏可儿陷入危险 但夏可儿却严厉地拒绝了 卢德泉的体谓 她已经见过魅魔 就绝不会置身事外 西西见两人争吵 联盟劝导 只要夏可儿跟着自己修炼 她有自保能力 就可以对付魅魔 啥修炼 莫非是让她和很多男人谈恋爱 你可不要把人好好的女生 往火堆里推啊 大人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准备让夏小姐 修炼的是这本玉女心经 是我们花仙一族 自古以来给淑女修炼的功法 卢德泉坚决表示自己的反对 他们就不应该 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 可她的话没说完 夏可儿那边 已经十分高兴地拜师了 卢德泉无奈道 自己这个花仙大人 怎么一点话语权都没有呢 而可是窗外的几只黑色蝙蝙 正恨恨地盯着屋子里的 三人久久不愿离去 今天又是一个 被美女债主追着见面的日子 卢德泉还没吃完早饭 夏可儿便来信息邀约她见面 卢德泉叮嘱妹妹 吃完饭赶紧去上学 然后她就匆匆地离开了 被独自留下的玲玲 心中十分不满 卢德泉真是越来越奇怪了 玲玲 对你怎么了 感觉你心情不太好 还不是我哥 以前他什么话都和我说 可现在 他什么事都瞒着我 好有一副了然的样子 告诉玲玲 他哥巴成是有女朋友了 还很有可能在热恋起 玲玲只觉得这个消息不亚于晴天霹雳 哥哥有女朋友了 就不管她这个妹妹了 她郁闷到就算哥有女朋友 也必须先过了她这关 就在这时 拐角处的嬉笑打骂声传了过来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只见一群人将一个男孩子推倒 领头的女孩还吩咐手下狠狠揍她 玲玲发现被推倒的男孩 是他们班的无非 但好友却拦住玲玲 让她别管闲事 打人赵亚男学姐 和校外的不良少年有联系 他们学生根本惹不起 玲玲知道不能和对方应来 她只能喊到警察叔叔这里有能打架 众人听到警察来的立刻一哄而散 赵亚男则放下狠话 让无非晚上准备好保护飞 玲玲见众人都跑了连忙上前扶起无非 你是我们班的无非吧 没事吧 受伤了吗 你是男生 应该勇敢点 如果他们再欺负你 你就告诉老师 我会帮你责证的 好友拉扯着玲玲赶紧移开阵 要是赵亚男发现被骗回来的话 他们就完蛋了 到了学校后 无非看着坐在前排的玲玲不自觉地落下了笔尖 一副玲玲的笑像画眨眼间就画完了 突然旁边的学生一把抢过了无非的话 他吃笑着无非这样的loser竟然暗脸般花 其他的学生听到这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笑到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放学后无非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教室里 今天的他内心充满了愤懵和痛苦 就在这时赵亚男竟然直接杀到了教室 他问到废物有没有准备好保护飞 听到废物两字 无非只觉得心中无比刺痛 而他手上的戒指 却在这一刻发出了诡异的绿光 他的眼角泛出眼泪 但他的表情却一点点阴森起来 这个女人是学校的大姐大 他见小伙督交保护费上来 就要给她个大巴掌 但下一刻他却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动不了了 怎么回事 我的手不听使唤了 既然你这么爱打人巴掌 就打自己好了 无非话音刚落 赵亚男就开始疯狂地抽自己的组了 复仇戒指能够记载人的仇恨能量从而控制他 无非您笑道 从今天开始赵亚男就是他的奴隶 随后他一把捏住了赵亚男的脸 他笑到接下来就该赵亚男给他消消火了 不知过了多久 无非回到家中 而他的电脑屏上竟全是玲玲的相片 他感叹复仇戒指只能控制仇人 否则他就可以控制玲玲做他女友了 第二天学校的女生讨论 赵亚男竟然主动打扫学校的厕所 玲玲觉得肯定是赵亚男学姐改过自新啊 这是个好事 随后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无非 玲玲笑着表示以后赵亚男不会再欺负他 旁边的男同学见无非和玲玲竟然这样熟十分级 他警告无非最好离玲玲远一点 废物是没有资格和斑花说话的 无非气愤地握紧拳头 而复仇戒指也在这一刻发动起来 只见那位男同学突然在教室裸奔 这可吓坏了班级的学生 等警察赶到时他还在大声吼着 我就是变态快来看我了 欺负我的人 我就让他十倍百倍地尝到被欺负的屈辱 玲玲你放心 现在的无非已经不是一个任人欺凌的loser了 我会用复仇戒指的能力守护你 很快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 玲玲刚和好友抱怨食堂阿姨肉菜打得少 下一刻食堂阿姨竟然把整盘菜都端来给玲玲吃 上体育课时 体育老师刚刚教训玲玲她的百米成绩太差了 下一刻体育老师竟然无脸痛哭到自己是个废柴 根本没有资格教学生 然后在玲玲还没缓过神来时 她就跑走辞职去了 一直在不远处观察玲玲的无非觉得自己无比吗 有她在谁也别想欺负玲玲 放学后玲玲亲热地挽住了卢德权的胳膊 她没想到哥哥今天会来接自己 而隐蔽处看到这一幕的无非已经怒火中烧 她要让所有和玲玲亲热的人都下底 不愁戒指诡异地亮了起来 仇恨的能量正不断积蓄 这个家伙竟然和玲玲这么亲热 我又让她下地狱 卢德权放学去接妹妹却发现了异常 在妹妹的周围似乎围绕着诡异的能量 看来你也查学到了附近有股妹某的气息 哥 我们学校的女生可都是未成年少女 打他们主意可是要被警察叔叔抓的 你把你哥想成什么人了 卢德权询问最近玲玲身边有没有什么怪事发生 包括学校里的奇怪现象 玲玲听到哥哥的询问 立马想起了今天一天的遭遇 兮兮听完玲玲的讲述肯定道 这些人的言行都是被妹某控制的 玲玲自己也很担心 她怕有一天突然变得不像自己 此时此刻无论是卢德权还是吴飞 都对对方产生了强烈的敌意 为了找出潜伏在学校里的妹某 卢德权和夏可尔伪装成学生趁机混入学校 会长 其实你不用陪我来这里 那怎么行 别说这事关系到玲玲的安危 单说这所学校也是我的母校 放心吧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金飞细笔 不认脱后腿的 就在这时一个黄发学生上前拉住夏可尔调戏 这位美女哪个班的能不能认识一下 夏可尔一个反手便将黄发学生反摔在地 她怒斥到还不快滚 可黄发学生却大叫起来 有人勒索保护费不给就打人了 夏可尔一打将黄发学生按倒在地 她怒斥到你竟然敢污滥 就在这时玲玲和好友说笑着从远处走来 卢德权让夏可尔赶紧收手 如果玲玲过来认出他们 这件事可就不好解释了 偏偏在这时教导处主任来到了卢德权两人的面前 让他们去教导处一趟 二人为了避免引起骚动打草惊蛇 只能跟着教导处主任走了 可当他们进入教导处时 两人却吃了一惊 只见教导处办公室里已经聚集了一帮不良少年 他们似乎在等着卢德权的到来 夏可尔十分不满地呵斥到 他们还有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 回首的赵亚男却吃笑着回答 他最看不惯夏可尔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了 像你这种不爱学习自甘多罗头脑简单的小太妹 也恰恰是我最讨厌的人 很拽是吧 上姐给你破个像 看你还这么拽不 当着老师在教导处动刀子 你疯了吗 就在这时门锁咔哒一声已经被反锁 教导处主任竟然让所有不良少年 好好教训一下卢德权和夏可 教导处里发生的一切 都被吴飞在监控里看得一清二楚 他就是想看卢德权被揍得半死的样子 然后再用复仇戒指对付他 此时在教导处西西提醒这些人是被魅魔控制住 他能感受到这些人身上魅魔的气息 站我后面 我来对付这些人 不用了 他们就交给我来对付就好了 正好让我检验一下 修炼成果 西西让卢德权放心 这些普通的傀儡人根本不是夏可尔的对手 果然下一刻夏可尔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夺下了赵亚男手中的刀 赵亚男招呼大家一起上 他不信夏可尔还能打过这么多人 夏可尔躲闪间便干倒了庶人 就从上次被魅魔绑架后 他便一直勤奋休息 突然教导主人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夏可尔的身后 他一把勒住了夏可尔的脖口 下一刻他却被夏可尔一个被摔干净利落地甩了出去 赵亚男看着眼前的夏可尔直接惊呆了 这女人的实力怎么这么强 同样吃惊的还有在监控室看着这一切的无非 他绝不允许夏可尔破坏自己的计划 此时夏可尔已经来到了赵亚男的面前 他让赵亚男以后好自为之 正在这时砰的一声巨响传来 教导主的门被人大力踢开 卢德全连忙上前将夏可尔护住 他心中暗道正主终于登场了 只见无非浑身都被诡异的绿光笼造 他站在教导主门前喃喃着要把卢德全撕碎 他就是魅魔 从颜值上看不太像样 气死我了 说我丑的人统统去死 教导主的板凳桌椅被无非操控的向下可尔砸去 卢德全立刻将夏可尔拽到一边躲过攻击 而就在这时 想要趁机逃跑的赵亚男却被无非一把抓住 无非愤怒地将戒指的仇恨能量输进了赵亚男体内 赵亚男被诡异力量侵染 他的神情立刻争鸣起来 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女人 我要复仇 之前看你是女人 放一马 不过现在你这样子 我就不用再手下留情了 这边夏可尔和赵亚男的对战开始了 此时的赵亚男在获得了魅魔的力量后速度大为提升 夏可尔没想到自己全力的一进横梯 赵亚男竟轻松地翻身闪过 随后闪现在夏可尔身后的赵亚男 接给了他后背一流 夏可尔侧身躲避 却依然被赵亚男抓伤了手臂 一旁的卢德全见此便要上前帮助夏可尔 可他刚刚转身 一个抽屉柜便向卢德全砸来 卢德全按道糟糕脱不开身了 两个女人的战斗已经打响 夏可尔被赵亚男拖住无法抽身 而另一边卢德全也遭到了无非的袭击 卢德全身形引动间一一躲过了暗器的攻击 无非能凭空操纵物品 这里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在射穿你心脏之前 我会先折磨够你的身体 不然我可没法消气 要打败这个疯子 必须和他拉近距离 可贸然接近他 又会被笔插成刺猬了 有啥法子 突然卢德全撇到了旁边不远处的饮水机 他心中立刻有了主意 只见他一个闪身将饮水机举起 挡住了无非的暗器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简直就是跳落水狗 像你这样的家伙 根本就不配待在玲玲身边 你说的玲玲是谁 她姓什么 你装什么装 我说的玲玲 当然是卢玲玲 我的女神 我绝不允许有其他男人靠近她 玲玲只能属于我 卢德全听后 心中暴怒 他立刻向无非冲去 这个魅魔竟然敢觊于自己的妹妹 简直找死 无非却宁笑到 现在他就要把卢德全射成刺猬 十数只钢笔嗖嗖嗖地 向卢德全的身上刺去 但卢德全这次却没有躲避 下一刻钢笔全部插在了 卢德全的衣服上 但却没能刺穿他的身体 无非见此大吃一惊 卢德全潮湿的衣服 竟然凝结成了兵铠甲 挡住了他的攻击 就在无非愣神的瞬间 卢德全已经逼到了眼前 他举起胳膊就是一记重拳 听喷的一声 无非已经被打的眼帽 惊心摔倒在地 而他的戒指也从手上掉落下来 夏可儿赶到卢德全身边 问他有没有事 刚刚赵亚南突然昏迷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西西解释宿主被打倒傀儡 就会自动失去战斗力 无非并不是真正的魅魔 他只是借用了魅魔的力量 夏可儿刚刚捡起复仇戒指 就被旁边的卢德全一把夺过 我能感觉到 这个戒指散发着一股不祥的力量 不会错 这是被高等魅魔附魔过的黑暗饰品 能让佩戴者拥有黑暗能量 下一刻卢德全将被揍晕的 无非用水泼起 他要知道这戒指的来历 醒来的无非一把抱住了 卢德全的大腿 他祈求道只要卢德全放过他 他什么都招 卢德全怒斥到放过他可以 但无非要是再敢打他妹妹的主意 他不介意现在就把无非的那里 变成一坨冰块 无非惊恐地捂住了小弟弟 他哭喊道不要变冰块 他再也不敢了 跪在地上吓尿了的无非开始讲述 这枚复仇戒指的来历 那天无非放学经过了一处饰品摊位 摊位老板表示他这里的东西 可以免费赠给有人 而他当时一眼便看到了那枚复仇戒指 他鬼使神拆地拿起戒指戴在了手上 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随后当他想要询问摊主时 摆摊的男人连同摊位却都消失不见了 夏可儿听完后不禁疑惑 那妹妹为什么要把复仇戒指给无非 西西则表示他也不明白那妹妹的想法 不过这个东西必须想办法催我 卢德全把花仙能量注入戒指准备销毁他 可就在这时 一旁的吴飞却捂着脑袋大叫起来 西西表示毁掉复仇戒指后 吴飞会失去佩戴戒指这段时期的记忆 那些傀儡也会恢复正常 卢德全件事情已经解决便放下心来 玲玲身边潜伏的危险总算去除了 当两人趁着午休时间偷偷离开学校时 一道视线却落在了两人的背影上 一身职业装的王老师扶了扶自己的眼镜框 他感叹着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就在这时敲门声咚咚咚地响了起来 他淡淡到请进 王老师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玲玲坐吧 我看了你的档案 目前你的监护人是你哥 王老师问玲玲他们二人父母双亡 卢德全又在上大学 他家的经济压力一定很大吧 玲玲悲伤到哥哥为了这个加受了很多的苦 支撑下来确实不容易 王老师淡笑道 自己这里倒是有一份适合卢德全的功夫 不知道他敢不敢兴趣 放学后当卢德全回家看到玲玲时大吃一惊 玲玲居然给他介绍了份家教的工作 玲玲让卢德全现在就准备出发 今天先去雇主家里看一看 卢德全有些尴尬地表示自己没做过家教 要不然还是算了吧 什么嘛 你之前不也没有做过解压师 结果还做成了王牌 那种不正经的工作你愿意做 正经工作反而不愿意了 好好好 我去当家庭老师就是 看来我又要把高中书本找出来复习了 玲玲带着卢德全来找王老师 王老师表示他现在就可以送卢德全去学生家 卢德全上车后 王老师笑道他要教的这个学生身份有点特殊 他叫林宝儿是童星出身 现在是娱乐圈里的流量小花 卢德全听后吃了一惊 林宝儿可是当红偶像 他竟然要成自己的学生了 有一个人气美少女偶像做你的学生 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没过多久 王老师就带着卢德全来到了林宝儿家 林宝儿开门好奇地打量了卢德全一眼 小姨已经提前告诉他会有新的家教来了 小姨 好了 多大的人还撒娇 还不快来 见过你的新老师 老师好 同学好 小姨嘱咐林宝儿一定要跟着新老师好好学习 因为工作的缘故落下的功课必须尽快补上 小姨走后 林宝儿坐了一会儿 卷子便觉得有些心烦 他问卢德全可不可以问他一个问题 卢德全自然点头同意 老师 你还未见人士吗 哇 这个女生好主动 颜值又高 当然快收了她 这个问题 我拒绝回答 那老师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 单纯 妩媚 调皮 不管你喜欢那种类型的女生 我都可以演出来 我喜欢爱学习的女生 快点做试卷 你再开玩笑 我只能向你小姨告状了 林宝儿连忙求饶到千万别跟小姨告状 她小姨发起火来可厉害了 不一会儿林宝儿就表示 自己的试卷做完了 请新老师过目 卢德全拿来一看脸色立刻有些绷不住了 这卷子上的答案就没有几个作对了 一个小时后 卢德全开始收拾东西 现在已经十一点 她要回家了 林宝儿拒绝到她家里也没有别人 卢德全睡在她家也没问题 卢德全让林宝儿不要对第一次见面的男人发出这种邀请 这很容易让她陷入危险 随后 卢德全就向门口走去了 而林宝儿则笑着拿出了一个电击棒 她表示老师通过她的考验了 卢德全回头 无奈到你的考验就是色诱 下回可别干这种事了 林宝儿害羞地笑达知道了 以后她只对老师一个人干 卢德全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丫头就爱拿她开玩笑 林宝儿送走卢德全后就准备睡觉 她今天算提算的头都大 可就在林宝儿睡着时 阳台上的小熊眼睛却突然闪烁出诡异的绿光 第二天当卢德全再次来补课的时候 林宝儿过了好长时间才来开门 她边进屋边询问林宝儿怎么了 看起来气色很是不好 突然林宝儿脚下一轮 卢德全连忙将要摔倒的林宝儿扶住 你的脚怎么了 早上起床就发现脚疼的厉害 痛得人家整天都没出门 你这样看来没法走路 我帮你按摩下吧 谢谢老师 老师 让我监视下你的技术吧 如果一个少女穿着黑丝 将她小巧的狱卒放在了你的掌心 你是会心动还是会嫌弃 老师 你真的好挥按脚 好像没那么疼啊 你的脚有些磨皮 可能是之前穿的鞋不合适的缘故 那怎么办呀 卢德全拿出窗壳贴将破皮的位置贴上 但林宝儿却有些不高兴 脚上贴着窗壳贴实在太难看了 卢德全笑到窗壳贴贴在脚上 谁能看到 爱美还能比身体重要 老师你不就看到了 老师 你觉得 我的脚美吗 突然林宝儿觉得自己的脚底传来一阵距离 她连忙收回脚尾去道 老师太坏了居然故意弄疼她 卢德全轻笑一声 她告诉林宝儿以后不许总想调戏老师 好好学习才是正事 随后 卢德全开始检查昨天留的作业 她欣慰到今天的题做的比昨天好多了 林宝儿开心地让卢德全给她奖励 卢德全笑答她想要什么就直接说吧 那 老师你今晚能陪我睡觉吗 你又开我玩笑 没开玩笑 不过我的意思是 老师能不能等到我睡着再离开 我害怕 这段时间林宝儿一直都在做噩梦 而且还是连续的噩梦 昨天在梦里她穿上了嫁衣 但她自己都不知道要嫁给谁 而当那个野兽一样的男人出现时 林宝儿害怕了 她被拖着来到了婚礼现场 野兽未婚夫深情款款地表示 这就是她一直渴望的童话般的婚礼 林宝儿意识到自己又做噩梦了 于是她不停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但无论她怎么逃 她都会回到原来的宴会厅 然后她就会被野兽未婚夫拉着 跳一圈又一圈的舞蹈 我本以为只是一场噩梦 但早上醒来却发现脚疼的厉害 如果只是普通的噩梦 再怎么可怕 也不会让人受伤 而且受伤的原因 还是在梦中所致 这种以梦亲人的手法 海相面谋所为 不害怕 有老师在 今晚我等你睡踏实在走 没过多久夜晚悄然降临 林宝儿躺在床上 让卢德泉陪自己说说话 他有些担心自己今晚还会做噩梦 到时卢德泉一定要拍醒他 卢德泉笑着答应 他安慰到我会保护你们 林宝儿撒着娇质疑 可我在梦里你怎么保护我 卢德泉倾笑回答 那就做梦时多想想我 这样梦见我了就可以保护你们 那我可要多看老师几眼 加深印象 让你方便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怎么突然这么犯困 我有问题 再怎么困 不该如睡得那么快呀 林宝儿让卢德泉陪自己睡觉 可正说着话他竟然就睡着了 此时窗台上的小熊玩偶 再次亮起了诡异的双眼 卢德泉一把将玩偶拿了下来 他能感觉到这玩偶身上的气息 和复仇戒指如出一辙 他正想毁掉小熊玩偶 但却被西西阻拦了 西西告诉卢德泉 如果现在毁掉玩偶 那林宝儿就无法从噩梦中醒了 卢德泉听后立刻试图唤醒林宝儿 可无论他怎样推林宝儿 他都没有苏醒 西西解释道 现在林宝儿已经陷入 玩偶使用者编织的梦里 他在梦里即将参加婚礼 若是里程 林宝儿醒来后 就会彻底爱上 那个现实中的操控人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林宝儿 那就是卢德泉通过玩偶 进入林宝儿的梦将他进去 当卢德泉再次睁眼时 他已经来到了梦中的世界 这应该就是举办婚礼的城堡 我得赶紧进去 就在卢德泉要进城堡时 有人拦住他大喝到不准进去 胡桃家子卫兵表示 野兽大人吩咐 只能让童话世界的人参加婚礼 可恶 看来只能硬闯了 大人别打草惊蛇 要给我来处理就好了 没过多久 当卢德泉再次献身 孟中城堡时 他已经化身为 齐天大圣孙悟空 此时在城堡中 牧师正在询问林宝儿 是否愿意嫁给野兽大人为妻 林宝儿愤怒到 自然是一千万个不愿意 但牧师却似乎没听 董班继续宣布 两人情投意合 正式结为夫妻 就在这时一声断贺 从门外传来 我反对 我反对这场婚礼 林宝儿明明说了不愿意 你们耳朵都聋了吗 东方来的猴子 竟敢破坏大人的婚礼 老师 你怎么来了 我不是说过 会来保护你吗 野兽看到林宝儿和卢德泉 如此亲力不经怒火中烧 他抬手要击决 想要将卢德泉活活烧死 卢德泉急速闪身躲过火球 但随后他惊讶地发现 这火球竟然有追踪的功能 狼狈闪躲的卢德泉 撞塌了婚礼所用的香槟碑弹 看到这一幕的林宝儿 忍不住惊声尖叫 老师千万不能出事 野兽哈哈大笑道别喊了 你的老师肯定已经被烧成焦塔了 就在下一刻 两面巨大的冰盾从空中炸现 卢德泉挡住了所有火球的攻击 随后卢德泉一个闪身 冲到野兽的面前 他抡起拳头 重重砸在了野兽的脸上 当野兽倒地时 他的真身随之暴露 一个眼镜男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林宝儿见到此人吃惊到 野兽竟然是他身边的小王助理 这个男人刚刚把粉丝寄来的信件 扔进垃圾桶 他就被人盯上 墨镜男凭空出现在他的身后笑道 他闻到了极度的味道 随后他递给了男人一个小松芒芜 那人声称有了他 他就能把自己的女神拿下来 林宝儿听后很是气愤 他记得小王说 这是他粉丝送的可以助理 所以他才放在了卧室 可小王竟然用这种卑鄙无耻的手 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 小王听到林宝儿的评价内心彻底崩溃 他没想到最终会落得如此下场 突然梦境中的世界剧烈摇晃起来 是小王的内心波动太大 梦境即将坍塌 卢德全连忙拉起林宝儿的手 向外面跑去 而下一刻他们就苏醒了 当卢德全睁开眼时 林宝儿正躲在自己的怀里 似乎还没有醒来 林宝儿 醒醒 醒醒 老师走呀 看来他没事了 总算有平安解决一起魅魔引发的事件 卢老师 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吗 这让我怎么解释啊 我完全想不出刘宿的借口啊 难道要告诉他实情 王老师 我睡在这里是帮你侄女驱散噩梦 不行啊 这么扯的实情谁会相信 麻烦老师这么早过来给我补课 都是我 太任性了 卢德全单大的旧坡下驴道没关系 他也希望尽快提高林宝儿的成绩 小姨对卢德全的回答很是满意 他表示是来补课就好 他差点误会了 第二天卢德全刚来到学校就发现不对劲 学校的女生看他的眼神竟然如狼似乎 突然一个粉群女孩慌张地跑了过来 他似乎是有急事 下一刻他就差点摔倒在卢德全的身旁 卢德全连忙伸手去服 我走路不小心把你撞疼了吧 没关系啊 我皮厚实 撞不疼的 这能撞疼才怪 不行啊 如果伤到肌肉怎么办 说不定会有后遗症的 为防止万一 这是我的手机 请收下 我会再联系你的 不管你出了什么问题 我都会负责到 这是什么情况 西西开心地告诉卢德全 这是他功力增进的缘故 他的功力越高 男性的魅力就越大 只要站在女生的周围 就能俘获他们的芳心 卢德全只觉得无语至极 那他现在岂不是成了 行走的荷尔卯了 就在这世围观的女生们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他们向卢德全扑来 同学 请接受我的手机 相册里有我的 那种照片 都给我让开 十句的硬盘啊 你等的 这个女人扑进小伙的怀里 只为了送上十句的硬盘 他暗示小伙内容你等了 小伙只觉得无比能低 卢德全实在招架不住 这么多女人的倾心啊 他逃也试地跑开了 而此时在另一边 两个女孩正在为争夺 一个男人准备大打出手 被人吹嘘为笑草的钟展峰 正暗自得意 自己的魅力自然是无人能低 卢德全带着一众痴女旋风刮骨 这直接让洋洋得意的钟展峰 颜面扫地 钟展峰大怒到 这人竟然赶在大小的风头 他实在是不能忍 不知过了多久 学生会的会长办公室里 传出了无比销魂的声 卢德全一边给夏可尔按摩 一边让他小声点 蝶人听见会误会 夏可尔笑到谁让他能量太高 非要给自己按摩排队 没过多久 卢德全按完摩准备离开 你先别走 那个晚上你有时间吗 我现在当了家庭教师 晚上给学生补课 没时间 家庭教师 难道你最近缺钱吗 要不我给你打一百万 卢德全联盟拒绝到不用 等他拿到工资了 就请夏可尔晚上出去玩 夏可尔听完十分高兴 卢德全这算不算是要和他约会 另一边卢德全按完摩走出教学楼后 他明显感觉身边的女人们都恢复了正常 就在这时 三个身穿跆拳道服的同学拦住了卢德全的去路 为首的跆拳道社长一把 薅住了卢德全的衣领 他恨恨到就是你把那些女同学都带跑 本来他们社团正在招生 好不容易有学妹前来询问 可卢德全出现后 却直接把学妹们都给带跑 这叫什么事啊 明明可以和可爱的女生一同练习 现在却只能闻这些家伙的臭脚 随后抬拳道社长白体战斗姿势 他要好好教训一下卢德全 只见社长一个侧踢腿被卢德全闪身躲过 卢德全无奈到他也不是故意的 最后卢德全本能一提 只听社长一声惨好响彻校园 卢德全赶忙道歉 他刚刚不是故意的完全是本能反复 路过的女生看到卢德全帅气的一幕不禁惊呼 卢德全太帅了简直是完美男人 而这一幕也被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捕捉到了 他笑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同学 我是笑草笑花碰碰碰节目的导演 请你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对不起啊 你找别人吧 我没时间 同学 你考虑一下 只要你愿意参加节目 节目组愿意替你支付五万的酬劳 一个是富白貌美的集团千金 一个是光环耀眼的明星少女 如果两女为你相争 你会选谁 笑花会长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 夏可儿心中回味着刚才按摩时的感觉 只觉得无比惬意 当他走出会长办公室时 夏可儿就听到同学们议论 卢德权参加了笑花笑草碰碰碰的节目 夏可儿有些担心 卢德权要是上综艺的话 岂不是会认识很多女孩子 他连忙给管家打了电话吩咐他 龙腾集团马上给节目做暂停 条件就是让他去当女嘉宾 同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林宝 他听说卢德权要去参加综艺心中很是不乐意 卢德权的意思是为了那五万块钱采取 但他一点也不想让卢德权和其他的女嘉宾牵手成功 等卢德权走后 林宝儿立刻给他的小姨打电话 他也要参加那个节目 听你现在的靠位 参加这种不入流的综艺节目干什么 老师也要参加那个节目 我作为他的学生 虽然要替他捧场 小姨 你能安排得了吗 小姨笑着答应了林宝儿 虽然他现在表面的身份是老师 但他背地里可是娱乐公司的大伙伴 没过多久笑花笑草的综艺节目就准备好开始 卢德权没想到这综艺节目的排场居然这样打 王导解释这多亏有龙腾集团的赞友 还有超人气的艺人参加他们的节目 他们现在已经成为台里的黄金档王牌节目 卢德权觉得龙腾集团听着很耳熟 他记得这就是夏可尔家的公司啊 卢德权 你来了 会长 你怎么来这里啊 当然是过来参加节目呀 难道你觉得我没资格参加吗 会长当然够资格 这节目就是你在赞助的 你没资格 还有谁有资格 就在这时现场的观众突然爆发了一阵欢呼 竟然是林宝儿登场了 钟展峰看到林宝儿热情地上前打招 但林宝儿完全无视了钟展峰走向了卢德权 夏可尔惊异地问卢德权怎么会认识林宝儿 卢德权解释道这是他家教的学生 林宝儿上前夸赞卢德权今天太帅了 他倒是一定要和自己牵手成功哦 一旁的夏可尔立刻反驳林宝儿 别仗着认识卢德权就想内定 而林宝儿则反问道你是谁啊 我也是这个节目的嘉宾 我你的老师是一所大学的同学 原来只是同学 那管那么宽干什么 你老师没和你说起过吗 他有在学生会任职 职位是会长秘书 而我恰好就是会长 正当卢德权艰难地调和夏可尔和林宝儿的关系时 不远处的钟展峰却很是嫉妒 他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就等着节目开始后让所有人都知道 卢德权到底是什么上不了台面的货色 他对着主持人使了个眼泽 主持人立刻会议地点了点头 没过多久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主持人宣布将会通过此节目选出最佳笑话笑草 第一位出场展示才艺的就是超高人气的夏可尔 夏可尔表示对自己很有信心 他的实力完全可以征服三位评委和在场的观众 而他展示的才艺便是线上一首他的歌曲 爱就给你 不愧是人气明星 唱功真的无可挑剔啊 不过就是太戏弄我了 随后第二个登场展示才艺的就是夏可尔 他凭借一首钢琴曲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可 想不到会长钢琴弹奏得这么好 这首月光曲让人感觉置身于小船上沐于月光中 这时希希好奇地问卢德权 他准备了什么惊呆众人的才艺 卢德权笑道他要通过被圆周率展示自己的记忆 希希直接无语了 就算是为了劳务费才来的 但卢德权这也太敷衍了吧 就在这时主持人突然叫到了卢德权的名字 他的节目直接被主持人改成了表演魔术 台下的钟展风隔一一小 他就要看什么都没准备的卢德权 如何在所有人的面前出丑 面对着众人的欢呼和等待 卢德权知道自己不上不行了 他向主持人要了一瓶矿泉水作为魔术的道具 变个魔术而已实在是难不倒他 只见卢德权将瓶中的水倒在了手掌上 不过片刻之间 流动的矿泉水就变成了一朵异常唯美的蓝色冰花 台下的观众见到这一幕纷纷惊叹出声 这也太神奇了 而下一刻卢德权将手中的冰花扔到了空中 他但笑着打了一个响指 眨眼间无数雪花自露影棚的空中飘落而下 这一幕直接把在场的笑花和台下的观众们震惊 他们欢呼着卢德权太帅了 而只有夏可而知道 这根本不是什么魔术 而是卢德权本身的力量 台下的中展封建卢德权大出风头十分气愤 他直接给主持人使了一个眼色 主持人立刻笑道 卢德权的魔术表演真是精彩绝伦 可他更擅长提供解压服务 而且只有出手阔绰的女性才能享受 主持人话音刚落 在场的众人便一片哗然 这种服务听起来就不正经啊 如果你参加综艺节目却被爆出黑历史 你会如何应对 卢德权的解压师经历让整个录制现场陷入了一片哗然 众人议论着卢德权居然做这么不正经的工作 主持人在干嘛 他想搞砸这节目吗 谁让他说这些的 卢德权 早就派人调查过你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打工经历 这样的黑历史 怎能不让大家知道 卢德权站在舞台中央 听着众人的议论心情十分无语 他怎么就不正经了 而此时主持人还在添油加粗地渲染着 作为大学生居然这么不自爱 实在是愧对母校的教育 这个主持脑子有病吧 我一定要让节目组把它换掉 但欺负老师 我一定要小姨封杀这个主持 就在这时作为评委的女专家提议 立刻把卢德权赶出现场 毕竟他们这档节目需要选出 能带来正能量的学生代表 像卢德权这种三观有问题的 没有资格参与 卢德权无奈到他虽然做过解压的工作 但他并没有做任何道德败坏的事情 女评委却吃笑了一声 他侵略到出卖灵魂和身体这种肮脏的事 难道不道德败坏吗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的结论 你难道就是靠信口资黄 当上教育专家的吗 专家 我看是专家才对 也有你们这种专家做评委 我严重怀疑这档节目的水准 女专家没想到夏可儿和林宝 竟然双双跳出来为卢德权说话 而二人则毫不客气地对待 离场的人应该是毫无证据 就胡言乱语的专家才对 就在这时 卢德权却伸出手拦住了二人 他让二人不要插手这件事 卢德权淡淡到自己只是单纯地 为客人按摩解压 并没有做任何肮脏事 但女评委却不依不饶到 靠按摩能当上金牌解压师吗 实在可笑至极 既然这样 我和你打个赌 我当着所有人的面 替你进行一次解压按摩 如果之后你对我的服务不满意 如果假如你满意 请当着所有人的面 向我道歉 女评委一阵冷笑地答应了赌约 他心中嘲笑着卢德权真是极傻 到时候满意不满意 还不是自己说的算 一会儿他就让卢德权立刻滚蛋 台下的钟展风也是心中暗笑 这个卢德权居然会打百分百会输的 实在是蠢 这个女人努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叫出声来 她能感觉到小伙的手势那样舒服有衣 上一秒她还是一个中年妇女 讽刺着小伙不过就是按个魔罢了能有多神奇 可下一秒她脸上的皱纹却全都消失不见 三八妇女变回了十八岁的少女容颜 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地捂住了嘴巴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 而当女专家拿起镜子看到自己的容颜时 她的瞳孔剧烈收缩 最后她冬的一声跪在了卢德权的面前 她的趾高气昂全部消失不见 卢同学 一个月后请再替我按摩 花多少钱我都愿意 当这期节目结束后卢德权彻底火了 就连她的学校都成了新晶网红打卡地 卢德权甚至被冠名为尿手回春的女人福音 她的手能够回溯女人的青春 尤其是中年大姨们尤为疯狂 她们组成了卢德权粉丝团的中间恋人 其次便是学校里的女同学 卢德权上课时她们为官 卢德权运动时她们举横幅为她打扣 于是卢德权女人福音的名号越发响亮 暂时只能躲在你这里了 外面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 谁让你那晚出击了风头 你按摩的视频在网上都传风了 夏可儿告诉卢德权别掉以轻心 据他调查那天晚上的事情 都是中斩锋搞的鬼 中斩锋是电视台台长的儿子 这次没能让卢德权出丑说 不定还会搞事情 卢德权心中暗想这中斩锋和雷昂一样 都是因为极度自己才挑事 他只要退出节目也就没什么事了 而且他因为节目现在也没法好好念书 还不如拿了劳务费直接退出清静 夏可儿却觉得这样只会让中斩锋小人得知 卢德权还不如参加完节目后 直接休学一年找家公司实习 等热度退去再念书也不迟 夏可儿跟卢德权保证 他到时会给卢德权安排一个特别合适的岗子 与此同时在城市的另一边 身上裹满纱布的魅魔王愤怒地从王座上走下来 他一把掐住了跪在地上的暗黑左使 他咆哮着为什么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他的皮肉已经开始腐烂 暗黑左使连忙回复了 虽然他没有找到能寄生的合适躯体 但他找到了转世的花仙 魅魔王松开了桎梏的手 他愤恨到二十年前那场大战 就是花仙破了他的不死之身 如今花仙转世重生正是最虚弱的时候 只要吸取花仙身上的生命能量 他就能彻底修复身体 暗黑左使连忙表示 他已经派魔将前去执行抓捕卢德权的任务 如果你心中的女神 请你帮忙看看他的泳衣好看不好看 你会先观察哪里呢 是上半身还是下半身 几天过后笑花笑草第二期的录制 定在了一处风景秀丽的海岛 作为人气偶像的林宝儿 硬邀拍摄了一套个人泳装秀 卢德权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林宝儿 在沙滩上的各种姿势 突然一道咳嗽声传来 夏可儿满脸通红的捂着胸口 走到了卢德权的面前 他害羞到能不能帮他的忙 随后他将披在身上的外衣展开 夏可儿娇羞到一会儿节目组要拍写真 他不知道这件泳衣是否适合他 卢德权的眼神瞬间一亮 这雪白的玉风和半遮的猪润 勾勒出了极致的身材 他笑到会长这样搭配就很好看 这件泳衣很适合他 就在这时拍完写真的林宝儿 突然过来问道 自己这是好看吗 说完他用自己的宝满 贴了贴卢德权的肩膀 一旁的夏可儿眉头瞬间皱起 这小妮子居然当他面抢男人 夏可儿立刻扔掉了外衣舒展着身体 他笑到脖子突然好酸 卢德权要是没事的话就帮他按按吧 另一边的林宝儿听后立刻跌坐在了沙滩上 他抬起脚不好意思 到自己的脚突然很酸 老师能像那天一样帮他按摩一下吗 卢德权只觉得自己周围突然杀气环绕 夏可儿和林宝儿双双目视着对方 他们似乎都在叫嚣你凭什么和我热 就在这时导演的出现及时帮卢德权解了围 他让三人赶紧抽签配对 然后从五条线路登顶海岛山 林宝儿抽签抽中了五号 五号线路需要穿越从林氏最难的线路 夏可儿则抽中了一号 一号线路沿途平坦非常简单没有挑战性 两人全都期盼着看向卢德权 卢德权的运气太好了 竟然真的和老师一组了 看来他俩才是最有缘分 旁边和钟展峰组成队伍的下壳 听后气得牙痒痒 这小妮子实在不容小觑 而钟展峰却看着卢德权的背影营笑 只要卢德权进了丛林 那就别想活着出来 很快卢德权就带着林宝儿出发了 可没过多久林宝儿就表示自己走不动了 他找到一处数墩坐下喝了点水 这条线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他跟卢德权抱怨到导演实在是不会选路线 这种累死人的路线根本不适合增进感情 和柔弱少女一同丛林探险是什么体验 如果他不小心被蛇咬了 你是会袖手旁观还是献上自己的嘴巴 林宝儿没想到自己只不过是坐着歇了一会儿 竟然就被毒蛇咬了 卢德权二话不说就将唇绊贴上了林宝儿的小筒 然后开始喂起水 林宝儿只觉得伤口处传来一阵巨头 随即又迅速被湿热的柔软覆盖 卢德权让林宝儿放心 他是不会让林宝儿出事的 突然林宝儿惊慌地看向卢德权的身后 他失控地喊到好多蛇 卢德权眼神一扫顿时心中意冷 怎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蛇 事实出现的嘻嘻提醒卢德权要小心 他感觉到附近有魅魔的气息 卢德权抬起登山杖对着旁边的树丛投掷而去 他确定那里藏着的就是魅魔 嘴啪啪的一声 登山杖直接击碎了魅魔手中的摄影机 魅魔随即现出了身形 他竟然就是一直跟拍他们的摄影师 一旁的卢德权此时已经挥旋向魅魔轰去 他必须尽快结束战斗送林宝儿出去 扯下一刻魅魔竟然直接从原地消失 并凌空给了卢德权一击 随后魅魔便从一条巨大的蟒蛇身上一跃而下 他笑道这就让卢德权尝尝丛林蟒王的厉害 此时卢德权已经紧紧抓住了林宝儿 林宝儿坚定表示不管什么时候他都相信老师 当无数蛇影向着二人扑去时 卢德权决然地抱着林宝儿跳下了山崖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夏可儿 正全力向着山顶攀端 而跟在他身后的钟展峰 则气喘吁吁地表示要休息一会儿 夏可儿看着同样泪成狗的摄影师 只能同意了钟展峰的提议 钟展峰看着夏可儿心中得意 只要一会儿他喝了自己的真爱药水 那夏可儿以后就会死心塌地做他的女 钟展峰决定将药水下进节目组提供的矿泉水 然后让夏可儿喝下 可当钟展峰将手中的矿泉水递给夏可儿时 夏可儿却直接皱起了眉头 修炼玉女宝典的夏可儿清楚地看到 矿泉水里有一只傀儡虫在动 而一旁的钟展峰还在催促夏可儿赶紧喝下 夏可儿心中无比愤怒 他咬牙切齿地问钟展峰这瓶水是不是加料 钟展峰心中大吃一惊 他慌慌地否定到加什么料 这就是节目组提供的水 笑话女神夏可儿的矿泉水居然被人加了料 幸好他发现及时 要不然他肯定会沦为别人的玩物 这瓶水是你的吧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和他有些私事要聊 摄影大哥你不用跟着过来了 摄影听着小树林中传来的哦哑哑哑声不禁满脸通红 他感叹着现在的女生真是又主动又会玩 可他却不知 树林里的钟展峰已经被夏可儿揍成了猪头 夏可儿质问钟展峰和魅魔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傀儡虫又是哪里得来的 钟展峰招供倒是一个陌生男人给他的 那人让他帮忙混进了摄制组准备对付卢德权 此时在另一边 卢德权和林宝被水流冲进了一处地下溶洞 宝儿对不起 魅魔要对付的人是我 是我害你被连累 没关系老师 你不是一直都在保护着我吗 只要有老师在我身边 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卢德权将董事的林宝背上 他保证自己一定会保护好他 他们一路顺着河道走想要走出溶洞 但没过多久 河道边缘狭窄他们已经无法前进了 此时林宝因为毒素的作用 意识已经开始模糊 再不就已很容易危及生命 就在这时 卢德权听到了巨大的海水道灌声 他确定他们已经到了出口的边缘 突然嘶嘶嘶的蛇声声在地下溶洞中响起 无数条蛇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下一刻魅魔驱蛇人带着丛林莽王出现了 他让卢德权乖乖和他回去拜见魅魔王 卢德权连忙把眼神有些涣散的林宝放到了崖壁高处 及时出现的希希解释道 魅魔王就是和花仙大战 导致花仙大人转世重生的罪魁祸首 不过魅魔王也是受了无法愈合的伤 这二十年来都不曾现身 卢德权知道这魅魔王肯定是想在他身上获得什么好处 否则不会派人来抓他回去 另一边的魅魔见卢德权还不投降 立刻使出了雷霆手腕 只见丛林莽王急速窜至卢德权的面前 眼看着就要将他吞下 卢德权手中灵力化成利刃攻向莽王 但因为莽王甩尾击退 卢德权暗呼糟糕 这莽王不仅皮糙肉厚还异常灵活 普通的攻击根本不起作用 天天保贯的海水 眼看着就要淹没这狭小之地 卢德权缓缓地抬起右手低沉道 不必打了我投降 如果你救了一位落水的美少女 你会先对他心肺复苏 还是先为他人工呼吸 就在刚刚卢德权洋装要投降 让魅魔停止了攻击 而下一刻他拖延时间凝聚出的巨大冰柱 便刺穿了莽王的七寸 飞起的冰林直接贯穿了魅魔的身体 卢德权获得了此场战斗的胜利 打败了魅魔后 卢德权连忙向林宝儿奔去 倒灌的海水 已经将刚刚的边缘地带淹没 他前面水冲敞到已经昏迷的林宝儿 只要他们顺着海水起伏的方向 就能游出溶洞 此时岛上的夏可儿 已经发动人手寻找失踪的卢德权 就在这时他伊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夏可儿接到王叔的来电 他们在海滩边上发现了卢德权的踪迹 另一边卢德权已经将昏迷的林宝儿抱上了沙滩 他一边做心肺复苏一边询问西西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尽快让林宝儿醒来 但西西却难过地表示林宝儿已经溺水太久 恐怕此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卢德权随即将自己的血位给林宝儿 他的血含有生命能量一定会救活林宝儿的 他答应过林宝儿会好好保护他 他不能让他就这样死去 突然林宝儿的眼睛动了动 当他睁开双眼时卢德权却吃了一惊 林宝儿的眼睛竟然变成了妖异的红色瞳孔 他的气息也变得异常邪气 突然死而复活的林宝儿一把抱住了卢德权 他二话不说吻上了卢德权的嘴唇 两人相拥而吻的这一幕 恰好被赶来的下壳看在了眼中 他们说我应该高兴才对 可为什么我的心会痛还会流泪 突然卢德权一把推开了抢吻自己的林宝儿 此时他的嘴角竟然被林宝儿咬破了 林宝儿张开嘴露出了诡异的尖牙 他竟然还想上前吸卢德权的血液 就在这时 看出情况有意的夏可儿连忙上前击晕了林宝儿 他问卢德权有没有是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林宝儿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卢德权看着昏厥的林宝儿也很疑惑 刚当他太像一个魅魔了 没过多久 林宝儿便被前来救援的直升机带在 而卢德权则决定休学一段时间调查魅魔王的踪迹 至于钟展峰和他的父亲台长 则因为滥用职权和行贿受贿被依法逮捕了 休学后卢德权第一时间被夏可儿安排 参加了自家企业的面试 小伙万万没想到简历上自己的高中学 竟然被人篡改成了哈佛毕业精通七国语言的留学博士 当卢德权来到龙腾集团的总经理办公室时 他无比懵逼 他只是来应聘实习生的 可这女秘书怎么说自己的职位是总经理助理 且慢 你现在还不是我的助理 必须先通过我的考验 才能决定是否录用你 请问夏总要考什么 先给你半个小时时间 把这些资料看完 只要你能回答对我的提问 就算你合格了 一旁的女秘书有些犹豫道 这么多资料半个小时可能有些仓促 总经理夏冰延却笑答 如果他真如简历写的那本优秀 这半个小时完全足够 卢德权内心暗暗吐槽 他简历填写的是高中学历 这也算是优秀吗 卢德权但笑道看资料的话 半个小时的时间还算充裕 他没有任何问题 夏冰延听后眉头微重 他最讨厌没有自知之明的人 卢德权要是在说大话的话 他会立刻让卢德权离开 卢德权拿起桌上的资料 专心地看了起来 自从他练习桃运宝典后 资料什么的可以说是过目不忘了 没过多久 卢德权便将资料还给了夏冰延 他笑道自己已经全部背下来 一旁的女秘书简直惊掉了下巴 这才过去了15分钟而已 夏冰延不幸地抽出了一页资料问道 第二十页第三段是什么内容 卢德权立刻回答 那是玉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的简介 夏冰延听到卢德权一字不差的背诵后 简直震惊了 这人的记忆力未免太恐怖了 随后夏冰延直接用日语说了一句 你会不会说日语 卢德权马上用日语回答 普通话没问题 此时卢德权的内心有些无语 现在对高中毕业的实习生都这么高要求了吗 还好他爱看日漫字学过日语 要不然他今天肯定被扫地出门 夏冰延告诉女秘书卢德权通过考核了 他现在就要带卢德权去日本出差 此时在城市的另一 夏可儿正在家里坐着素身瑜伽 突然他的手提林村霞起 是卢德权打来的电话 一定是告诉我面试成功的消息 卢德权 面试成功了吧 会长 我现在要陪总经理去日本出差 能麻烦你帮我照顾下玲玲吗 没问题 我这姐姐玲玲到我家 你可要替我好好照顾总经理 等等 什么总经理 你不是总裁助理吗 单独和漂亮的女上司到国外出差 谁的心里能没点想法 没过多久 卢德权变和夏冰岩抵达了日本首都机场 前来接机的真公寺小英看到夏冰岩 立刻高兴地喊了一声小夏 两人开心地相拥在一起寒暄着 毕业之后真的很久没见了 夏冰岩向真公寺介绍卢德权是自己的助理 这让真公寺有些意外 卢先生你好 我是真公寺小英 初次见面 请多多关照 真公寺小姐 多多关照 小夏 你不是一向不喜欢男生吗 为什么会招一个男助理啊 夏冰岩有些无奈到 自己原来的助理辞职结婚去 他又着急来日本 只能临时招一个凑合 被人凑合用的卢德权 只觉得十分无奈 自己应聘的名领 只是实习生而已 总经理助理他还真不想到 真公寺带着夏冰岩两人 很快来到了大阪有名的料理店 夏冰岩笑到自己并不饿 他更关心真公寺家族 出售的那四成玉英堂的股份 真公寺肯定到家族已经考虑好了 如果夏冰岩购入 那他就会是玉英堂的新股东 如果不是因为研发新产品投入过大 他们的资金链也不会断掉 导致被非到势力恶意套牢 就在这时一群不速之客 突然闯了进来 领头的是山口吉田组的吉田创意 真公寺看到吉田创意不禁呵斥道 他们实在是太不知理数 怎么可以硬闯 吉田创意吃笑道 只要真公寺现在就把钱还上 他自然就会讲理数了 真公寺向夏冰岩解释 父亲听见了吉田势力的谎言 借了50亿日元 却没想到在第二天就滚到了100亿元 夏冰岩直接签了一张花旗的支票 他立声道这张他替真公家还了 他们可以出去了 吉田创意拒绝到夏冰岩又不是日本人 有什么自得管他们的事 随后他向身后的人使了一个眼色 一个小喽喽迅速来到夏冰岩的面前 他抬起手就要扇夏冰岩巴掌 一旁的卢德权立刻上前抓住了喽罗的手 他立刻到日本男人的本事难道就是打女人吗 一旁的夏冰岩看着卢德权不禁愣住 他没想到这个小助理竟然出手保护自己 就在这时吉田创意大骂一声就要掏出胸口的枪械 可下一刻卢德权手中的筷子已经抵住了他的喉咙 如果他敢掏枪那就必死无疑 当美女上司洗澡时突然开启展示模式 你是会暗戳戳地欣赏并流口水 还是慌忙关闭模式然后偷偷回问 夏冰岩和卢德权帮真公四小英摆平了吉田组 真公四小英便认定了卢德权是夏冰岩的贴身保镖 于是小英贴心地为两人安排了一间套房 方便卢德权保护夏冰岩 卢德权单大地表示小英真误会他 他还是再得安排一间房间吧 等等 反正这间套房有两间卧室 你就先在这里住吧 我是看你功夫蛮好 在日本的这段时间 你就暂时充当我的贴身保镖 工资我会加倍给你的 还有 刚刚谢谢你啊 夏总你不用多给我钱 保护你的安全是我应尽的职责 随后夏冰岩便让卢德权自己找地方休息 他先去浴室洗个澡 卢德权坐到沙发上本来想打开电视看看 可这遥控器上的情侣模式让他很是好奇 他按下按钮后便听到墙壁传来轻微的滑动声 突然夏冰岩沐浴的身影从墙后显现出来 那光洁的身体在蒸腾的热气中隐约摆动 卢德权扑的一声把刚喝进去的水泉都喷了出来 看着夏冰岩毫无察觉地洗完澡穿上浴袍 卢德权不禁感叹着哪里是情侣模式 这就是流氓模式啊 随后卢德权就赶忙把情侣模式关闭了 夏冰岩要出来了 就在这时浴室中响起了夏冰岩的一声尖叫 卢德权赶忙跑到浴室前踹开了拉门 他大声询问夏总怎么了 只见浴室中夏冰岩跌坐在地 而旁边的镜子则被一枚钢珠打碎了 惊慌不已的夏冰岩觉得 这肯定是吉田祖那帮人干的 他们还是赶紧换间酒店吧 但卢德权却表示吉田祖在猖狂 他们也不敢明目张胆来酒店闹事 他今晚会守在夏冰岩门口保护台 夏冰岩随即笑道反正现在也睡不着 他们还是一起聊聊天吧 在聊天的过程中夏冰岩才知道 原来卢德权根本不是什么留学博士 他没想到 卢德权竟然是自己妹妹夏可儿推进公司的 卢德权尴尬地表示夏可儿 也只是想让他进公司实行 但没想到被女秘书把简历拿给了夏冰岩 夏冰岩倒没有责怪夏可儿的意思 他只是觉得卢德权的才能值得双倍的工资 他表示只要在日本这段时间 卢德权能让他满意 他就考虑直接给他转账 卢德权笑道那他一定努力 这个女人幻想着自己跳进了鱼聊尺 小鱼轻拙他身体的酥痒让他无比舒适 而现实中的他 其实正在被小伙轻柔地按着肩膀 肩膀传来的舒适感 让劳累了一天的夏冰岩缓缓地陷入了沉睡 卢德权将夏冰岩放到床上后 便轻手轻脚地离开了 第二天天刚让夏冰岩就醒过来 朦胧间他突然想起了昨天按摩的内衣 他猛地坐了起来 发现房间里面空荡荡了 卢德权并没有趁机占自己皮 夏冰岩放下心来 同时暗自埋怨自责 他怎么能毫无防备地在男人面前睡着 当夏冰岩开门时 他却发现卢德权居然在自己门前睡着 他将卢德权叫醒后颇为感动地说了 他总算明白夏可儿为什么这么看好卢德权了 没过多久小英就来接夏冰岩了 他抱歉到酒店 他没定好让两人受到了惊吓 他今天就是来接夏冰岩去他家里住的 毕竟家里有武士还能安全些 就在这时刹车的声音传来 车子竟然停下了 停砰的一声 一个身材健硕的男人一拳 将车前盖砸出了的大客 随后十几名拿着棒球棍的打手 将汽车团团围图 夏冰岩看到这一幕连忙让小英打电话报警 这状况可不是他们能单独应留 就在这时车玻璃被人大力击碎 壮硕男子叫嚣着让车里的人滚下来 卢德权缓缓从副驾驶上走了下来 他根本没管夏冰岩让他别下车的呼喊 壮硕男子指着卢德权嘲笑的 就这受不拉几的小子也值得自己出手 卢德权冷冷地看着壮硕男子淡淡的 你还是叫你们的人一起上哪 此时在另一边的吉田 吉田创一正安抚着商社社社长普言正男 他表示低价收购玉英堂的事他肯定会办到 如今他已经派岗山去对付那两个中国人了 保证能把管闲市的夏冰岩吓得逃窜回国 就在这时 可对面已经被打住院的钢山却哭着说道 他和他50名兄弟都被打趴下来 胡言正男听到消息后表示 既然武力不行那就别怪他们玩英了 没过多久 夏冰岩和卢德权终于到达了真宫四家的别墅 夏冰岩没好气地让卢德权给他开门 他还不忘狠狠地瞪了卢德权一眼 小英表示刚刚夏冰岩担心得不得了 他们都没想到卢德权竟然这样厉害 当一个男人装完毕后 他最期待的是什么 当然是像小英这样的美女站在旁边 一边崇拜的鼓掌一边请他当贴身保镖 而作为美女上司的夏冰岩 此时已经吃起醋了 他就没到你愿意留日本就留吧 小英没想到夏冰岩这冰山美人 居然也会为男人吃醋 卢德权则尴尬地让小英别再开玩笑了 小英笑到他还真没开玩笑 夏冰岩刚刚的样子明显是舍不得卢德权了 他带着卢德权和夏冰岩回到家后 便开始给两人分配房间 夏冰岩在听到小英说自己的房间 在二楼后居然有些不高兴 小英调侃到不会是没把卢德权安排在他房间 夏冰岩不乐意了 夏冰岩立刻否认到他只是在担心积天组的事情 积天明显不是想要钱 卢德权表示积天创意明显针对的是玉英堂 这次他没能夺取玉英堂肯定还会搞事情 小英却轻轻摇了摇头 他笑到日本民众狠排斥帮派组织 如果他们持股玉英堂 民众肯定不会再购买玉英堂的产品 卢德权立刻明白了小英的意思 积天创意肯定有一个合伙的 可以接手玉英堂的经营 夏冰岩问小英现在玉英堂新研发的产品 什么时候才能上市 小英回答就算夏冰岩注资恐怕也得一个月的时间 夏冰岩豪迈的挥手到钱的是不用担心 他要小英找日本最好的广告公司合作 用最红的明星代言 一个月后新产品问世 玉英堂必须引起整个日本护肤界的轰动 可没想到仅仅三天后 玉英堂的各大门店却都遭遇了客户的恶意投诉 在网络上更是疯传玉英堂被中国人收购 使用了劣质的原材料导致大部分顾客皮肤过敏 这让日本当地的年轻女孩 完全对玉英堂的产品失去了信任 这让在家中持续关注事态发展的小英很是头头 负面舆论毫无疑问是可以拖款一整个企业 就连卢德全都收到了广告公司的电话 因为负面新闻 所有一线明星都不愿意做玉英堂的代言 小英恨恨到网上编撰的假新闻 已经酝酿成了舆论风暴 再这样下去玉英堂就要毁了 夏冰延却冷静地表示 这是一定和吉田图有关 但能想出这种计策的人一定很熟悉商业运动 而就在这时 电视里播出的一款樱花神仙水 引起了卢德全的注意 他疑惑到这极美商社的樱花水 和他们的新产品樱花预录也很像啊 当两个美女在你面前哀声叹气泪流满面时 你会动侧影之心想要上前帮忙吗 夏冰延知道当下的舆论公事并不好过 吉美商社又提前推出了樱花系列产品 玉英堂在舆论风暴下恐怕是很难负起了 作为本书唯一的男主卢德全 自然是看不得美女落泪 他自告奋勇到这死局他能吼 此时在日本最大的娱乐城内 背后的黑手朴原正男正得意地喝着小酒 他笑到真公寺轻能研制出一流的护肤品又如 还不是被他逼到了绝境 而且真公寺家的老牌加成上品也投到了自己的底下 还贡献出了樱花神仙水的低配版配方 他相信无论对方的商业头脑有多么努力 真公寺面对这种死局肯定也是翻不了身的 第二天一早 卢德全就换上了美妆顾问的工作 他相信只要让消费者重拾对玉英堂的信心 虚假的舆论自然不会再产生作用 只是当卢德全到玉英堂门店时却没想到 店里真的是一个顾客都没有 就在这时 一个路过门店的麻子脸女孩引起了卢德全的注意 他上前礼貌地拦住了女孩 并邀请她试用玉英堂的新品 但女孩却摇摇头表示 自己这张脸也尝试过很多产品 根本没有什么护肤品能挽救自己糟糕的皮肤 卢德全立刻反驳道 那时他没有使用过于英堂的樱花玉露叶 只要他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一定会焕然新生 麻子脸女孩不抱任何希望地跟着卢德全走进了店里 他摆烂到随你弄吧 反正也没什么希望 可当卢德全用手指将樱花玉露叶抹到女孩的脸上时 女孩竟然舒适到出现了幻觉 那是一片浪漫的樱花林中 他躺在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身边 他美丽的容颜让白马王子根本一不开眼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当卢德全结束了按摩涂脸后 麻子女孩笑道希望他还能继续为他按一按 可当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时 麻子女孩完全惊呆了 这怎么可能他脸上的麻子完全消失了 卢德全笑着表示 这就是樱花玉露叶的效果 不知道他是否觉得满意 麻子女孩立刻表示 无论樱花玉露叶多少钱 他现在就要全部买下 卢德全却淡笑道 这只是试用品 产品还未正式上市 请他随时关注玉英堂的最新动态 如果一对姐妹为了抢夺你而反目成仇 你会选择冰山美人姐姐 还是选择清田霸道妹妹 夏可尔没想到卢德全会被姐姐夏冰岩带走 他直接坐着飞机追到了日本 当两人见面后 他们为卢德全的去留产生了很大的争执 夏可尔表示卢德全是他为爸爸安排的助理 夏冰岩必须还给他 而夏冰岩则笑道一个助理 他是总经理完全有权力调留 真公司小英看着姐妹二人为了卢德全争执不休 实在是不知道该劝哪一点 而就在这时小英接到了门店经理的电话 卢德全在门店被人包围了 夏冰岩立刻气愤到肯定是吉田组的报复 他们必须立刻报警然后赶过去 夏可尔上车后才知道卢德全为了保护夏冰岩 得罪了当地的帮派组织 而夏冰岩则表示 如果卢德全没事就让夏可尔赶紧带他回国 夏可尔自信地笑道卢德全很厉害 帮派组织的人奈何不了他 没过多久下冰岩等人便赶到了玉英堂门店 小英吃惊到警察竟然把玉英堂门店前面的路给封了 难道真出人命吗 夏可尔慌忙跑下车向围观的人群挤去 他安慰自己卢德全那么厉害不会被杀了 可下一刻他就被警察拦住了去路 他连忙高声呼喊着卢德全的名字 不过片刻卢德全便从围观的人群中艰难地挤出来 听着围观人群疯狂地对着卢德全嘶吼着 别走还没轮到我 三个女孩彻底实话了 这是什么情况 卢德全被接回家中后表示幸亏他们报警了 否则他还真是无法脱身 小英好奇地问他到底是怎么招揽那么多人 这家门店从来没有这么火爆过 卢德全但笑着表示 他就是在给顾客介绍产品时顺便提供了按摩服务 小英听后更加懵逼了 脸部按摩怎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夏可尔在一旁笑道 卢德全的按摩服务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随后他拿出手机中存储的视频笑道 这就是卢德全能让所有女人为之疯狂的原因 小英和夏冰岩看完笑花叫草的现场视频后大吃一惊 这按摩竟然能让中年妇女回到花季少女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一旁的卢德全听后谦虚地笑道 这没什么就是一个家传的手艺吧 夏冰岩在惊叹之余迅速想到 有卢德全的神奇按摩效果 玉莹堂有救了 夏可尔原本是来日本带卢德全走的 可如今夏冰岩和小英面临困境 他也只能选择留下帮忙了 卢德全听到夏可尔是为了自己才来日本的 不禁吃了一惊 夏可尔难道不是来度假的 这会长真是变得越来越奇怪了 就在这时 一旁的小英兴奋道 樱花玉录夜的适用活动上的热搜 网友们都对新产品赞不绝口 卢德全站起身来立刻表示 等他吃完早饭就继续去门店做活动 但刚刚下楼的夏冰岩却立身回绝道不如 卢德全以后不准再做这样的推广了 小英和夏可尔听后十分不及 既然活动效果这么好 为什么不继续做呢 夏冰岩就没到效果好的是卢德全的按摩 而不是樱花玉录夜本身 如果让顾客以为只要擦拭了樱花玉录夜 就能变年轻 那等产品正式上市会有什么后果 小英立刻明白了夏冰岩的意思 到时顾客用了产品却没有变年轻 他们一定会认为玉英堂虚假宣传 此时的卢德全也反应过来 他没想到自己这一举动竟然帮了到忙 西西此时现身表示这种状况其实很好解决 卢德全完全可以让樱花玉录夜拥有神器功效 他的血液含有最纯正的生命能量 只要在樱花玉录夜中加入卢德全的一滴血 就能让人恢复青春 另一边的夏冰岩还在头头 该如何才能让顾客解除对产品的物质 就在这时卢德全笑着表示 他有办法让樱花玉录夜真正拥有恢复青春的功效 夏冰岩吃惊地站了起来 他急切地问卢德全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卢德全点头道 自己只能制作武士平有这种功效的产品 夏冰岩的头立刻无力地低垂了下去 他难难到武士平啊 卢德全有些尴尬地表示确实是少了点 都不够一个店铺扑货的 但下一刻夏冰岩却兴奋地让小英哲就去联系媒体 下午他们就要召开记者 武士平足够他们玉英堂 机身世界第一的化妆品公司了 下午玉英堂的记者招待会准时照片 夏冰岩作为玉英堂的代表 推出了他们的樱花玉录夜至尊版 中山记者在会上质疑了这款产品的效果 他表示就算是全球最高端的护肤品 都不敢说能恢复青春 夏冰岩笑道他可以很负责任地说 一旦这款产品问世 那他将会成为全球最好的化妆品 没有之一 玉英堂的新品发布会刚刚召开 夏冰岩就招到了记者的记忆 中山记者吃笑他对这款产品的效果就这么自信吗 夏冰岩敢保证宣传视频没有造假吗 夏冰岩自信一笑道如果中山记者不信 那他可以现场验证 中山记者上前拿起樱花玉录夜深表 这是女性护肤品男人难道也能用 夏冰岩笑着表示这款产品虽然设计的偏女性化 但确实是款男女通用的产品 中山记者十分不相信地将玉录夜抹在了脸上 他就不信这东西能神奇到让人恢复青春 仅仅几分钟过后 发布会现场的所有人就发出了不可置信的惊叹声 中山记者的容颜迅速回到了年轻的状态 他自己也惊叹到这是他25岁时的样子 立刻有记者着急地问到这款产品的售价是多少 夏冰岩淡淡到至尊版定价为一盒十亿日元 发布会现场的众人听到价格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款产品简直贵到了离谱的程度 夏冰岩见状微微一笑 他解释至尊版产品原料中包含了一款极其珍贵的植物精华 一年只能生产五十盒 但为了爱美的大众 他们玉樱堂推出了价格相对亲民的高级版樱花玉录业 他的护肤功效在同类产品中依然算是一零 此时在吉田组办公室 吉田创意毫不留情地独打着真公四的加成上景 他威胁上景尽快把至尊版的配方弄到手 否则上景就等着尸臣大海吧 另一边产品发布会结束后 夏冰岩等人更加忙碌起来 真公四家的电话就没有停止过 小英在电话中拒绝了高桥先生的预定 他表示所有的产品都已经被预定完了 夏冰岩笑到高桥是夏普高桥家族吗 小英点头到不错 他们想预定至尊版 卢德权益获到至尊版定价那么贵 有人买为什么要拒绝呢 他们明明还有存货 夏冰岩笑着解释 夏普家族在日本商界的影响力早不如同时 自然是该拒绝的 他以十亿日元的友情价售卖 当然要优先卖给对于英堂发展有帮助的人 卢德权震惊无比地问十亿日元还叫友情价 夏冰岩笑到记者会上那评试用过的 还拍卖出了二十亿的价格呢 卢德权彻底服气了 一个二手货居然能卖到二十亿日元 就在这时小英在电话中惊呼道 什么 天皇陛下也想预定至尊吧 玉英堂荣幸之至 夏冰岩轻轻笑到今年的营业额 玉英堂恐怕能达到六千亿日元了 当你和顶头上司的妹妹在房间里做准备活动时 顶头上司居然冲了进来 你会怎么办 忙了一天的卢德权刚刚洗完澡 浴室的门就被人推开了 夏可尔探着身子问卢德权一会儿可不可以去他房间 卢德权点头答应 夏可尔高兴上前一把搂住了卢德权 他催促到那现在就去 他都等不及了 此时另一边的夏冰岩刚刚接到父亲的电话 夏可尔连招呼都不打就偷跑出国实在是太过分 夏冰岩这就要去好好说教一下这个妹妹 可当他来到夏可尔的门前却发现 小英竟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门口 小英 你是来给我们送毛毯的吗 怎么不进去啊 别进去 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啊 你们 怎么能在别人家屋里做这种事 年轻人是这样的 我不介意 突然打开的房门让正在按摩的卢德权下了一条 他刚大的问到原来不能在这里按摩吗 那他这就出去 干嘛要离开 按摩要没有什么降不得人呢 继续啊 随着按摩的继续 夏可尔舒服得哦呀呀了好几声 别发出令人误会的声音 也不怕被人笑话 我知道 他说忍不住 实在太舒服了 小英有些好奇到至于这么舒服吗 夏可尔笑到如果小英愿意的话 那就是一下好了 小英听后高兴地趴在了夏可尔的旁边 他倒要试试一个按摩能舒服到什么程度 一旁的夏冰年看到这一幕十分无语 小英这叛变得也太快了吧 此时卢德权已经准备好要给小英按摩了 小英最近很累 他也想让小英放松一下 当卢德权的手掌贴近小英的背部时 小英直接感觉到舒服爆了 这 这种感觉 就像是原本在桑拿房 被制月的水汽包围着 夏依娘 却在春光明明的湖畔 被春风吹拂 太舒服啊 你们这样太不端庄了 快停下来 在卢德权的摩下 没女人都端庄的起来 不信 你试试 夏冰年立刻拒绝到他还要去工作 他才不要让男人按摩呢 就在这时小英也在一旁 拽住了夏冰年的手 他也想知道夏冰年 在卢德权的手下端庄的起来 下一刻夏冰年 便被夏可尔和小英按在了床上 他气急败坏地让两人赶紧松手 可随后他舒服的叫声 便传遍了整个房间 夏冰年断断续续地 让卢德权赶紧停下 但这声音却更令人狭想 当一个女孩跪着 求你接受她的以身相许 你难道会不答应吗 第二日一大早 夏冰年居然没有下楼吃早餐 卢德权起身到他 这就上楼把夏总叫下来 还有一天的工作 要忙他不吃饭是不行的 夏可尔对着小英条坎道 他姐绝对是不好意思见人的 毕竟昨晚那样不端庄 另一边卢德权已经上楼 敲起了夏冰年的房门 他呼喊到早餐已经好了 夏总快点下楼吧 不一会儿夏冰年 他的一声拉开了房门 他让卢德权进来一下 夏总的脸色 看上去比平时更加冰冷 他果然还在生昨天的气 昨天我叫你停手的时候 为什么不停 是因为我妹来了 我使唤不了你了吗 卢德权连忙表示 他不是不听夏总的话 只不过是最近看他太劳累 所以才想让他放松一下 随后卢德权懊悔到 他没想到夏总会这样反白 他下回不会这样 夏冰年听到这小脸一红 他害羞地表示 自己很喜欢卢德权的按摩 但下回必须得注意私密性 卢德权立刻会议道 那他以后就只在办公室 帮夏总按摩吧 哄好夏冰年后 卢德权就回到房间 开始凝聚充满生命气息的精血 一旁的西西皱眉道主人 这次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他们也不献个身 表示一下感谢 卢德权笑道 不过就是取几滴精血 也不至于让人家献身吧 西西却气愤到 大人的精血那么金贵 得泡好多个妹子 才能补得回来了 卢德权听后一口水喷了出来 他甘大到兮兮 这是在说什么呢 搞得他像个彩鹰补羊的 邪魔歪道似的 就在这时 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 小英问卢德权在不在房间 卢德权很是惊讶 这天都已经黑了小英 不回去休息找他干嘛 小英得了允许便推门走了进来 他淡笑着问卢德权 没打扰到他吧 卢德权笑道完全没有 不知小英小姐是有什么事情 突然咚的一声 小英直接跪倒在地 这可把卢德权吓了一跳 全是因为卢先生的秘方 玉英堂才会有如今的风光 我真光四家族 永世不忘卢先生的大恩 小英小姐严重 我是夏总的助理 帮助玉英堂 也是我的本分工作 你快起来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只要你起来 我什么都答应 如果一个女孩 要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你 你是会打开礼物 还是会强行退伍 卢德权服起跪在地上的小英 她表示小英不必行这样的打 只要小英的请求 她有能力办到 那她一定会帮忙 小英起身牵起卢德权的手 恳求道 她能不能救救自己的爸爸 小英哭着表示 自己的父亲之前因为中风 已经在医院住了一个月的院 她父亲唯一的心愿 就是将玉英堂发展壮大 如今玉英堂已经壮大了 但父亲却一直昏迷不醒 她知道卢德权不仅武功好 还有令人恢复青春的秘方 在她看来 卢德权就和哆啦梦一样无所谓 哆啦梦卢德权笑道 她真没觉得自己 像小英说的那么万能 小英焦急到 她相信卢德权一定有办法 她希望卢德权能试一试 卢德权有些为难 她实在不知道 生命力量对中风能不能起伏 但她还是愿意一试 只不过她并不能保证 小英一定有用 小英听到卢德权答应 立刻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文件 她告诉卢德权 这是她送给卢德权的第一个礼物 这是玉英堂三成股权的转让书 卢德权听后大吃一惊 她拒绝到这礼物实在太贵重了 她不能收 小英听后立刻咚的一声 再次贵道 接受了股权转让 她连忙将小英扶了起来 然后还有第二份礼 你第一份礼物就这么大 第二份礼又是什么 第二份礼就是我 卢先生的大恩大德 无以为棒 只能以身相许 还请卢先生联系 卢德权此时已经完全懵逼了 一旁的希希立刻跳出来 点了个赞孝岛 日本真乃礼仪之邦 小英小姐这是干嘛 这里可送不得 为什么 是我不够漂亮吗 没有 小英小姐 是我见过最美的日本姑娘 那你为什么拒绝我 卢德权刚说了一句 感情不是交易 小英已经一把搂住了 卢德权的脖子 献上了自己的香脸 卢先生 我是真心喜欢你 才这么做的 就让我们一起 度过一个难忘的会议吧 卢先生 我来为你宽衣 小英小姐 你冷静冷静 就在这时 卢德权的房门 再次咚咚咚的响了起来 夏冰岩的声音 吓了小英一跳 门外夏冰岩有些奇怪 卢德权这是在干什么 竟然半天还不给他开门 当一个前来献身的妹子 为了躲避另一个妹子 钻入床底 他们会在床底相见吗 卢德权让小英赶紧躲好 他这就要去给夏冰岩开门了 当夏冰岩见到开门的 卢德权时 明显咒了下面 他问卢德权的衣领 怎么像是被人扯过了 随后夏冰岩上前 帮他整理了一下病丁子 作为合格的助理 一定要随时保持着装整洁 他但笑着坐下表示 他来就是想表扬一下卢德权 因为卢德权的缘故 玉英堂的业绩突飞猛进 而他向来最是看重赏罚分明 所以绝不会让卢德权白白付出 夏冰岩一边说一边 拿出了一份合同 他笑道这是玉英堂的股份 转让协议 卢德权立刻无语到怎么又来 他直接拒绝了夏冰岩 但夏冰岩拿出笔命令卢德权 必须把这两成股份协议签了 这是他应得的 卢德权表示自己帮忙 不是为了钱 他暗想要是真签了这个 再加上小英给 他一个人就得占去玉英堂一半的股份 夏冰岩有些不理解 卢德权为什么拒绝白给的钱 难道他不需要攒钱娶老婆吗 卢德权干大地摆了摆手 他又不是娶公主 不至于需要那么多钱吧 就在这时 夏冰岩递过来的笔 被卢德权不小心拍进了床下 卢德权心中大惊 要是夏冰岩蹲下 剪笔那床底的小英就彻底暴露 卢德权连忙上前 用身子挡住了夏冰岩的视线 他笑道还是自己来剪大 夏冰岩笑道卢德权事实都好 要是进取心再高一些就更好了 另一边卢德权掀开床单 正看到小英把笔伸了出来 他笔划着自己要上厕所 卢德权还是赶快签字送走夏冰岩吧 起身后卢德权笑道 确实不能辜负夏冰岩的美意 他这就签字 夏冰岩拿起卢德权签好字的文件 很是美的 这件事总算是处理完了 那边卢德权已经拉开了房门 他笑道夏总早点回去休息吧 乌吉 公事处理完了 我还有私事找你 你把门锁上 过来 还锁门 夏总不会也有那个意思吧 还愣着干嘛 快过来呀 夏总 你给我的奖励已经够吩咐了 不需要更多奖励了 什么奖励 我是想让你再替我按摩下 卢德权直接懵逼了 小英都要尿裤子了夏冰岩按什么膜呀 夏冰岩一边撑着懒腰一边解释 今天感觉十分乏累 他想让卢德权帮他缓解一下疲劳 当美女上次请求你帮他按摩 可你的床下还藏着一个尿急的妹子 你会怎么选择 卢德权笑着答应了夏冰岩的请求 他表示可以回夏总的房间帮他按摩 但夏冰岩却直接否决了 他解释小英和夏可儿的房间就在隔壁 要是被他们听见了不好的声音会引起误会 毕竟每次卢德权帮他按摩时 他都会控制不住自己阴阴阴的声音 夏冰岩的话让卢德权十分崩溃 在这里一样会被小英听到啊 还是特么现场直播 而小英也在床下痛苦地计算着自己的心理阴影 最终卢德权选择赶紧帮夏冰岩按摩 按完就让他走人 你的按摩真是太舒服了 连我都有些少爷 以后享受不到可怎么办呀 怎么会 只要夏总需要 我很愿意替你服务 夏冰岩对卢德权的话表示怀疑 以后卢德权如果交女朋友了 肯定不会再给他按摩的 卢德权却淡淡到在林林上大学前 他都没有交女朋友的想法 夏冰岩随后好奇地问他 能接受比自己年龄大的女生吗 卢德权笑到那有什么不能的 在爱情面前年龄从来就不算是障碍 太好了 他不介意年龄 那我是不是该更主动一些 今天机会难得 要不你替我做一下全身Spar吧 啊 全身Spar 怎么 你不愿意啊 卢德权连忙表示他愿意 只不过这次夏冰岩没穿按摩服 这样按的话不方便 夏冰岩不放弃地表示他可以穿卢德权的睡衣 穿睡衣总方便了吧 卢德权尴尬地挠了挠后脑勺 他多么想说不方便的不是睡衣 而是床底下憋尿的小英 但夏冰岩说换就换他直接换下了身上的裙子 卢德权赶忙背过身去 他默默地为小英哀悼 希望小英千万别尿裤子 你可以转身啊 那夏总你躺好 我替你按摩 好了 开始吧 夏总 你是让我从正面按吗 是啊 刚才压着胸口不舒服 想换个姿势 怎么正面不能按摩 没有 既然夏总你不介意 那我就从正面开始 就在这时咖的一声 整个房间突然断电陷入了一片黑暗 卢德权心中大骂这电停的也太缺德了 他本想去找蜡烛 却被夏冰岩给拉住了 夏冰岩缓缓吞下睡衣淡淡的 大家都看不清对方正好可以放手按摩 卢德权的猴杰滚动了一下 他心说自己练了桃运宝底 看得那叫一个清楚啊 黑暗中这个女人缓缓退去睡衣 他以为男人看不清他的玉体 可男人滚动的猴杰却出卖了他 他看得可是一清二楚啊 卢德权迅速别过头去 他问夏冰岩难道就不担心自己吗 他可是个在正常不过的男人 担心什么 担心你会情不自禁地爱上我 你会这样对我吗 当夏冰岩的鼻息缓缓靠近卢德权时 卢德权居然犹豫了 难道真要在床下的小营念前现场直播 就在这石门把手被人咔咔地拧动了起来 受到惊吓的夏冰岩立刻扯过床单 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他惊呼难道是夏可儿来了 卢德权立刻让夏冰岩晋升 夏可儿是不会不敲门就想硬炒进来 卢德权轻轻捂住了夏冰岩的嘴 他让夏冰岩千万不要出声 不过多久房门便被人撞开 一个身穿黑衣的枪手闯进了房间 此时的房间似乎已经空无一人 黑衣枪手缓缓走进房间开始搜查 就在这石白色床单 刷了一声罩在了枪手的头上 枪手大吃一惊 而下一刻卢德权已经出拳重重 砸在了枪手的服务 枪手闷哼一声 光地被砸晕在了地板上 卢德权焦急地让夏冰岩和小英 躲在床下别动 他先去把坏人收拾了再来接他们 夏冰岩焦急地让卢德权别去送死 对方带着枪 可是他却突然反应过来 卢德权刚刚说了小英 什么小英 就在这时小英在夏冰岩身后轻声开口 他难为请到我也在这 夏冰岩被小英吓得险些魂飞魄散 他问小英怎么会在卢德权的床底下 小英大笑道他本来也是送合同来人 此时卢德权已经来到了别墅大厅 他暗恨到绞人同床是要天打雷劈 大厅中管家正在叮嘱枪手 一定不要小看卢德权 最好一击必杀 就在这时枪手发现了卢德权的射击 卢德权调动全部灵力急速躲开了子弹的射击 然后他一个闪身躲进了一楼的盥洗室 枪手立刻跃离盥洗室 他大笑着要把卢德权射成马路 就在这时 一道锋利的冰铃从子弹的孔洞中激势而出 一肤肤的声音响起 毫无防备的枪手被刺穿了喉咙和心脏 灌洗室内的卢德权淡淡笑道 看看最终谁成了马蜂窝 另一边的管家见枪手被反杀瞬间惊呼不妙 他转身就想逃跑 可下一秒他却被夏可尔给拦住了去路 夏可尔立声喝道你往哪里跑 原本美好的同房之夜就这么被杀手搅黄了 小伙简直气坏了 他开灯后质问管家上井 为什么要帮极天祖的人害他们 夏可尔则直接将上井暗倒在里 他立声贺问他们把他姐姐抓去哪里了 他表示自己刚刚去小英和夏冰岩的房间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两人肯定是被绑架了 一旁的卢德权颇为尴尬地表示那不可能 小英和夏冰岩没被绑架 就在这时小英扶着夏冰岩来到了别墅大地 他笑道自己没事夏可尔别担心 夏可尔则很是惊讶 他问夏冰岩去哪里了 怎么他找了半天也没见 夏冰岩咳嗽了一声掩饰道 自己和小英去花园谈心血 所以才没在房间 夏可尔看着姐姐眼底藏不住的羞翼 简直惊呆了 他姐这衣服还凌乱不堪的 忽然夏可尔想到什么震惊地捂住了嘴 夏冰岩不喜男人难道是因为和小英哄愉快 此时小英取下挂在墙壁上的武士道 他要亲自处理这个叛徒 下一刻他抽出刀刃来到了上井的面前 真宫四世武士家族最痛恨的就是背叛 上井联盟囚牢道只要不杀他 他就把小英父亲发病的真相告诉他 小英听到父亲的病竟然还有隐形不禁一愣 他让上井从事招来 上井表示幕后黑手就是极美商社的社长浦廉正南 他每次邀请老爷喝茶时都会下眼 小英听后气不成声 夏冰岩联盟上前安慰道 这个仇他们一定会报 卢德权也表示处理一个上井根本无用 他们必须找浦廉正南报这个仇 没过多久吉田创一和浦廉正南 就收到了暗杀失败的消息 浦廉正南劝吉田创一赶紧离开大阪出去避避风头 可就在晚上吉田创一准备坐车离开时 一群人却将他围了起来 领头者二话不说就给了吉田创一一枪 他笑到有人用三瓶樱花玉录业之尊版 买下了吉田的命 此时在另一边的吉美商社 卢德权和西西已经赶到了工厂的门口 西西有些疑问卢德权跑这里来干嘛 卢德权则表示自然是来向浦廉正南讨点利息 说罢卢德权就一个翻身 跳进了吉美商社的工厂 他寻觅了一拳 很快找到了吉美商社存放樱花神仙水的库房 他运起伶俐对着库存一箱箱的产品运作了一份 浦廉正南不是想赚化妆品行业的钱吗 那他就让浦廉正南在这个行业声名狼藉 浦廉正南没有想到 自己工厂里的护肤水全部变质 他更没有想到质监协会 居然在他的原料中检测出了毒素 吉美商社因为使用违规有无原料 彻底遭到了日本全民的封杀 而浦廉正南也因此锒铛入狱 另一边小英报仇以后就来到了医院 他告诉自己昏迷的父亲 害他的坏蛋已经遭到了暴力 而卢德权因小英之约也来到了病房 小英拜托卢德权一定帮他父亲好好看看 卢德权将生命能量灌入真弓四亲的脑海 他会用灵力修复受损的脑阻止 一旁的小英忍不住双手和食心中祈祷 他希望自己的父亲快快醒来 没过多久真弓四亲便缓缓睁开了双眼 他轻轻喊着小英 巨大的欢喜让小英气不成声 他趴在父亲的胸口上哭得停不下来 真弓四家族和御英堂的事情圆满解决后 卢德权和夏氏姐妹就准备回国了 夏冰岩让小英一定注意休息 御英堂的事不要过于操心 夏可尔也邀请小英 等他父亲完全康复了来中国玩玩 小英十分感谢三人对御英堂的付出 尤其是对救了自己父亲的卢德权不胜感激 一旁的夏可尔听到小英说 会帮卢德权打理好御英堂十分吃惊 夏冰岩则告诉他卢德权拥有了御英堂一半的部分 夏可尔听后震惊不已 这么说的话卢德权现在岂不是成为大富豪了 夏冰岩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笑到卢德权自己可没有一点当富豪的局务 此时小英靠近卢德权悄悄道 第二份礼物他会帮卢德权好好保管 等他什么时候想要了小英一定奉上 夏可尔看着卢德权脸色通红不禁关心道 他是不是发烧了 卢德权连忙表示没有 就在他们跟进一开始 我内却也酝酿着一场英零 玲玲放学后就告诉闺蜜 今天就不和他们参加补习了 哥哥卢德权今天就会从日本出差回来 他准备一会儿去机场接她 闺蜜笑话玲玲真是个胸控 哥哥出差回来而已至于这么开心吗 玲玲嘴上说着没有 但他路过包子铺时还是想着给卢德权买点吃的 玲玲一边排队一边让闺蜜们赶紧去补习班 不用在这陪她 而此时在街边拐角的轿车中 钟展峰缓缓滑下了车窗 他宁笑着自言自语道 这么可爱的妹妹卢德权应该很心疼他吧 这个短裙女孩被一个帅气的男孩搭讪 他绝对想不到下一秒他将遭受怎样的暴行 钟展峰自我介绍是卢德权的大学同学 他问卢玲玲最近他哥哪去了 已经很久没见他上学了 卢玲玲告诉钟展峰前几日卢德权去日本出差了 今天会回来他正准备去接机 钟展峰热情地邀请卢玲玲上车 他正好也要去机场接人顺路送他 没过多久卢德权和夏氏姐妹就下了飞机 夏冰岩让卢德权好好休息几天 这两天他可以不用到党上班 夏家的司机见到二位小姐立刻恭敬地问好 他早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夏冰岩告诉卢德权有时间去他家里一趟 董事长想见他一面 夏可儿心中十分开心 他觉得卢德权这么优秀爸爸一定会喜欢他 卢德权笑道今天恐怕是不行 他答应了妹妹要好好陪他 夏冰岩解释道不用非得今天 他好不容易出差回来是该陪家人两天 卢德权目送夏冰岩和夏可儿离开后 便开始寻找玲玲的身影 他说好今天要来接机 就在这时卢德权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还以为是玲玲立刻接通了电话 电话里钟展峰坏笑道卢德权不用等他妹妹 卢德权大吃一惊地贺问钟展峰到底打玲玲怎么了 钟展峰得意地回答 他现在还没动卢玲玲 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可说不好 卢德权大怒到想报仇就冲自己来 挟持他妹妹算什么男人 钟展峰让卢德权立刻到工业园的废弃仓库 否则他就对卢玲玲不客气 此时钟展峰得意地掏出了之前留存的真爱药水 他的计划是让卢玲玲成为他的傀儡 等卢德权前来搭救玲玲时 让卢德权被自己的亲妹妹捅穿心脏而死 这就是他完美的复仇计划 就在这时 一道清冷的女生突然在仓库响起 王老师感叹道果然世界上唯有人心不可知识 突然出现的王老师吓了钟展峰一跳 他和问道你是什么人 王老师啪的一声合上了手中的书 他笑道自己是一名老师 钟展峰掏出匕首恐吓道 既然是老师就赶紧回学校 别在这多管闲事 王老师却回答他的学生被人绑架到这种地方 他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钟展峰听后不再啰嗦 他举起匕首就向王老师刺去 此下一刻王老师的手便捅穿了钟展峰的胸膛 杀人者与被杀者彻底调换了位置 结束战斗后王老师不懈地擦了擦手指 杀这种人实在是脏了自己的手 当亲妹妹被丧心病狂之人绑架时 作为哥哥的卢德泉简直要疯了 他以最快的速度从机场赶到了废旧舱坊 当看到玲玲时他直接冲了过去 他抱起玲玲努力地呼唤着妹妹 不省人事的妹妹让卢德泉对钟展峰起了杀心 此时王老师的声音响了起来 他告诉卢德泉不必紧张 玲玲只是吸了迷药睡着了 至于钟展峰内的垃圾 他已经帮她收拾掉了 卢德泉半信半疑地看着王老师 他严肃到王老师看来不是普通人 就在这时西西突然出声提醒卢德泉 王老师身上有魅魔的气息 王老师笑道卢德泉大可不必紧张 他对他们兄妹从来没有过问 西西反驳道不能相信他 魅魔从来都恨不得花仙一足死光光 王老师点头道魅魔确实如此 但他却不是魅魔而是魅魔 他的敌人才是魅魔 卢德泉问西西魅魔是什么 西西解答道凡人喝下那魅魔的血 就会拥有魅魔的一些特征和能力 这样的人被人称作魅魔 卢德泉立刻想起了异常状态的灵宝 他问到难道宝儿也是魅魔 王老师回答道宝儿是魅魔中的特等体 不过他本人并不知情 卢德泉听到这心中一惊 特等体是什么 一听就有种不祥的预兆 王老师表示特等体是从婴儿时期以魅魔血未养 从而成长起来的魅魔 这些婴儿在18岁后才会逐渐觉醒魅魔特性 卢德泉很是疑惑 魅魔有魔力在身 何必这样大费周章地去投喂婴儿 王老师解释道魅魔是为了抵抗衰老 他们吸食觉醒的特等品才能回复青春 等待特等品觉醒之后 魅魔一次性将其精血吸食干净 他就能达到恢复青春的目的 卢德泉心中十分惊诧 这样说的话上次灵宝儿的魅魔特性已经觉醒了 王老师点头表示 所以他才希望卢德泉帮帮灵宝儿 他只需要占有宝儿 让他成为他的女人就好了 卢德泉听完这话尴尬至极 什么他就要占有林宝儿 这不是开玩笑吗 王老师皱眉到他没有开玩笑 他也不会拿宝儿的性命开玩笑的 只要宝儿失去童子之身并被花仙进化 曾经喂食他的魅魔便会放弃吸食他 那宝儿就获得了绝对的安全 卢德泉却坚定地否决了这个提议 林宝儿是他的学生 他可以保护他但却不能这样剥夺他 这个小姨总想将自己侄女送上男人的床 可他没想到这个男人竟会拒绝 卢德泉表示自己可以保护林宝儿 王老师可以让林宝儿住进自己家 随后卢德泉被启玲玲准备离开 王老师却提醒到 以他现在的实力很难对付高等妹妹 卢德泉却回头笑道 那他也会好好守护林宝 直到他遇到自己的真爱 王老师无奈到历界花仙都是情场王府 像卢德泉这样心思迟钝得真少见 不过无所谓 只要宝儿住进卢德泉家展开猛烈追紧 他还能坚持多久呢 几天后卢德泉便带着林宁前去看房子 这套房子是夏可儿为他推荐的 卢玲玲听到这套房子 价值5000万股丁大吃一斤 这个价格简直就是天价 他赶忙拉住卢德泉的胳膊小身道 这里我们买不起还是赶紧走吧 卢德泉告诉玲玲自己去日本赚了点钱 足够支付房款 卢玲玲立刻惊一道哥哥 难道去日本重操就业了 闻讯赶来的夏可儿刚进门就扑斥一响 他笑道卢德泉现在可是 日本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大老板 这点钱早就不算什么了 随后他一招手便让工人搬进来一架钢琴 这是他送给玲玲搬新家的礼物 卢玲玲坐在钢琴前兴奋地弹奏起来 这钢琴的音质简直太高了 一旁的卢德泉笑道 这么大的空间总算够三个人住了 夏可儿疑惑到家里不就是卢德泉和玲玲吗 卢德泉立即表示 会有一个客人来这里借助一段时间 老师啊 这就是你的家吧 哇 看上去好棒呀 他就是你说的客人 宝儿现在是一个高等魅魔的袭击目标 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另一边林宝儿已经和卢玲玲搭上了会儿 卢玲玲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偶像会住到自己家 林宝儿拿出一个手提带地点的玲玲 这里是很多明星的亲笔签名和CD 虽然比不上那架钢琴之前 但要收集这些也不容易 卢玲玲接过手提带高兴的简直要飞起 这里很多都是她特别喜欢的组合和偶像 我记得你这套房有五个房间 再住一个人也无房吧 事不碍事 不过谁要住啊 我呀 对付魅魔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夏可儿和林宝儿隔空对视了一眼 无形的杀气在空气中瞬间蔓延 夏可儿率先表示 既然今天是他们合租的第一天 那就由自己下厨为大家做一顿饭庆祝一下 与两个喜欢你的女孩同居是一种什么体验 当然是天天被堵着问你选谁了 夏可儿提议同居的第一天就让她来做顿米食 她可是从小就跟着米其林师傅学的厨艺 一旁的宝儿不服书道确实应该如此 她也正准备给大家露一手 林宝儿表示自己之前参加过一个电视剧的拍摄 她为角色特意接受了厨艺方面的特训 宝儿 系里和现实是有区别的 你别勉强呀 夏姐 难道你是担心老师更喜欢吃我做的菜 害怕了 我害怕 可笑 我是怕到时候没人吃你做菜 浪费了材料 好呀 夏姐敢和我比一比 究竟老师更喜欢吃谁做的菜吗 卢德权健壮连忙打圆场到做个饭而已 不用较真 她也来帮忙 但夏可儿和林宝儿却双双拒绝了卢德权 这是他们之间的较量谁也阻止不了 只见厨房间两道身影蔬菜翻飞 卢玲玲提醒卢德权丹惠儿一定慎重回答 这可是性命攸关啊 没过多久夏可儿率先端出了一盘辣子鸡丁 她笑道这菜鲜香麻辣最适合下饭 卢德权尝了常立刻点头到这菜色香味俱全 会长的厨艺真的很棒 就在这时林宝儿献上了一道白切鸡 她淡笑道这菜清淡鲜美有意见口 卢德权尝了一口立刻赞不绝口 这味道也是很美 随后夏可儿依次端出了 谁煮鱼香辣虾反利烧鸡泡椒凤等 而林宝儿也不甘示弱的凤上 卢猪手白啄虾清蒸石斑红烧闷鸭 卢德权无语道别做了别做了 这么多谁能吃得下呀 夏可儿和林宝儿可不管吃不吃得下 他们齐齐问卢德权谁做的菜更好吃 卢德权叹气到他们一个川菜一个月菜 菜系不同没法评价 夏可儿和林宝儿听后充满斗志的勇士 那他们就在做一道一样的菜艺绝高低 没过多久甜豆腐脑和咸豆腐脑齐齐上线 两人这架是摆明了要争出胜负 他们让卢德权赶紧尝尝 他到底是喜欢甜豆腐脑还是喜欢咸豆腐脑 卢德权借口实在吃不下 不如先看电视消化一会儿再吃吧 林宝儿立刻附和到他想让哥哥陪他探动漫 夏可儿拿来遥控器笑道 他推荐一个讲述学生会恋爱故事的动漫特别好看 林宝儿立刻拿另外一个遥控器抢的道 学生会恋爱多没劲 他知道有一个失声恋的动漫特有感觉 与情敌合住的日子注定不能平静 晚上林宝儿趁着夜色悄悄溜出了自己的房间 就在他轻手轻脚的想要突袭卢德权时 这里不是你的房间吧 这里不是卫生间呀 我可能搞错了 别装了 你是准备叠习卢德权吧 你还只是高中生 别做和自己身份不符的事 林宝儿被夏可儿戳穿穿后很是愤怒 他指出夏可儿出现在这里不也是目的不如 就在这石门把手的转动声吓了两人一跳 难道卢德权要出来了 下一刻卢德权从房间探出身子 刚刚他似乎听到了林宝儿和夏可儿的声音 可静悄悄的客厅里似乎并没有什么人 卢德权只能回屋了 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林宝儿和夏可儿正躲在沙发后面堵视 他们绝对不会让对方有机会单独去找卢德权的 第二天一早刚刚睡醒的卢玲玲走出了房间 可他没想到 这么早下可儿和林宝儿竟然双双坐在沙发上 一副没睡觉的样子 他不禁疑惑了 难道这两位情敌谈了一夜的心里话 吃饭的时候 卢玲玲把早上的事告诉了卢德权 他让卢德权赶紧想办法缓和两人的关系 卢德权思考了半天突然灵机一动 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吃完早饭卢德权便带着两人 来到了本地最大的游乐场 有意就是欢声笑语 在游乐场里一定能培养出你们的友情 又不是小孩子 游乐场有什么好玩的 我不去 我喜欢游乐场 他既然不喜欢 就我们两个人进去玩吧 偶尔玩玩也不是不行 游乐场的游客看着卢德权左拥右抱无底羡目 居然能同时霸占两个极品美女之小 就在这世人群中挤出了一个男人 他邀请卢德权等人去他的鬼屋玩 很快男人便领着卢德权三人来到了鬼屋门口 夏可儿撇嘴到这鬼屋看上去好货呀 难怪没有客人 鬼屋嘛 人多了就不吓人了 人家最怕鬼了 老师待会儿可要保护好我呀 害怕你还来玩 现在出去还不算迟 不要 只要老师在我旁边就行了 这三个人 很快就会成为这座鬼屋的一部分 我的鬼屋会变得更恐怖 当卢德权三人进入鬼屋后 他们才发现这鬼屋里的道具人真是不索 夏可儿更是惊艳这道具是真逼真 不但衣服都是真材 石料皮股还都有弹性 就在这时林宝儿惊叫一声 他害怕地告诉卢德权 这个道具人身上有血腥味 卢德权带着林宝儿和夏可儿进到鬼屋 很是吃惊 这满屋子的道具实在是太逼真了 就在这时 鬼屋镜头一块巨大的白布显现出来 他似乎掩盖着什么东西 夏可儿吐槽到这互动场景未免做的太老 白布下面八成是一个哈哈镜 林宝儿反驳到那可说不定 他猜测是一块电子屏播放吓人的画面 两人上前打赌到谁猜对了 接下来谁就可以单独和卢德权玩一个游乐项目 当白布揭开的一刹那 两人还在幻想着自己一会儿要和卢德权玩什么项目 可下一刻两人竟然直接变成了一只黑猫和一只白 夏可儿和林宝儿指着对方大吃一鸡 镜子怎么可能把人直接变成动物 而就在这时他们却同时发现 卢德权竟然直接变成了孩童的模样 随后鬼屋的老板拿着剪刀凝笑着走了出来 他要把他们做成猫狗啃食小孩的场景道具 忽然哗啦一声 鬼屋后方的墙面被挖掘机破拆了的大洞 幼儿板卢德权趁着机会 抱起白狗和黑猫就跑了出去 由于过于慌张 卢德权一头撞到了一个女人的腿上 他疼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 当卢德权抬起头看清来人时 他怀中的夏可儿宝宝宝开心地叫了两声 他居然看到了他姐 夏冰岩没想到撞自己的孩子竟然这样可爱 这模样简直就是迷你版的卢德权 夏冰岩抱起迷你卢德权问道 你怎么自己在这里乱跑 迷你卢德权表示有个坏叔叔在追他们 他还想杀可爱的小猫和小狗 而此时鬼屋老板正在不远处 恨恨地看着下令强拆鬼屋的夏冰岩 他绝对不会放过夏冰岩的 没过多久夏冰岩回到夏家 他便对着手下发了一顿脾气 这么多人连个小孩子的父女都找不到 他看着被他带回来的迷你卢德权很是心疼 这么小的孩子就这样走失了父女 此时卢德权已经完全忘记了所有的事情 他孩童般地向夏冰岩道谢道 姐姐最好了给他买了这么多的玩具 夏冰岩蹲下身问他叫什么名字 如果能知道名字的话找他父女就很好找了 可迷你版卢德权却突然捂住了脑袋 他大呼到头好痛他什么也想不起来 夏冰岩将迷你版卢德权抱了起来 他安慰到脑袋疼就不行了 他就暂时叫做全全吧 随后夏冰岩准备给全全洗个澡 孩子这么小洗完澡就需要睡觉了 全全却表示他想和姐姐一起洗 夏冰岩笑着点了点头说道可以 小孩子嘛哪有什么坏心思